大家下午好 可以说是商界领袖们 在这样的一个金融动荡的这一个月当中 举行的第一次聚会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需要去讨论很多的问题 那么世界经济论坛 我们比较关心这样的一个问题 我们需要去看我们世界经济论坛的 这个所在地 这个地底下 在瑞士有一个长达27公里的一个环圈 在做粒子物理学的一个实验 那么我们看到在这个技术 在不断的发展 在寻找暗物质 虽然在寻找暗物质的过程当中 我们取得了很大的进展 但是我们在未来的一分钟 一个小时25分钟的时间里面 我们要讨论的问题有很多 我们希望能够在五点钟之前 结束今天的这个讨论会 我们的世界面临着大量的 这个不确定因素 在欧洲 在新兴的市场 在日本等等 我们都在考虑这个怎么样的应对 这样的金融风暴 在中国呢 我们也讨论这样的问题 但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找到 这个真正的答案 那么这个呢是我们唯一要给大家看的 一个欢灯片 我们在未来的一小时25分钟当中 我们给大家安排好了讨论的 大概的时间表 我们希望大家非常清楚 我们应该通过这样一个讨论会 去做哪些事情 然后最后能够有哪些结论 我们希望大家做两件事情 首先第一 大家觉得全球经济增长 目前这个面临的最大的威胁是什么 在未来的这个20多个月当中 最大的威胁是什么 第二呢 对于每一个地区来说 未来的12个月当中 这个面临的最大的机遇又是什么 这个大家可以来讨论 我们未来的12个月当中 最大的威胁是什么 我们所在的地区 未来12个月当中 有哪些增长的机会 那么大家35分钟时间 在每一桌我们来讨论这个问题 那么请大家自己来自由地讨论 这两个非常关键的问题 风险威胁和机会 主要是讨论未来12个月当中 35分钟的时间 请大家讨论这两个问题 我们未来12个月当中 面临的最大的风险是什么 最大的机会又是什么 然后呢 我们看看能不能够 大家把刚才的讨论的一些想法 最后给我们总结一下 那么后面呢 我们还会进行一个 这个全体的投票 我们会给大家提供一些设备 来看一看 我们大家的意见是怎么样的 那么大家会拿到 这个相关的设备材料 会给大家解释具体 怎么样使用一个电子投票的仪器 我们希望能够通过这样的一个天津的会议 产生出一些想法来 根据我们的这个 讨论呢 最后产生出大家认为 比较重要的 我们面临的风险 然后呢 最后呢 我们会进行一个总结 然后呢 最后 会总结所有在座各位 通过头脑风暴 想出来的 我们现在面临的主要的风险 我们 需要去考虑 很多的问题 包括我们世界上 有一些主要的咨询公司 还有一些银行的研讨会 都在讨论这个问题 就是我们现在 可能会面临的最坏的局面是什么 最黑暗的局面可能是什么 鉴于过去几周几个月当中 发生的所有的这些事情 我们都会产生一些悲观的想法 所以呢 请大家尽可能的 发挥大家的材质 来给我们提供 关于这两个问题的意见 那么每个组呢 都应该有一个 引导讨论的主持人 那么如果 哪个组发现没有的话呢 请大家这个选举一个 然后呢 我们有两张纸 一个是红颜色的 还有一个是这个金色的 那么一张纸呢 是未来12个月当中 我们所面临的主要的风险 还有一张纸呢 是让大家回答 未来12个月当中 我们所面临的主要的机会 请大家这个 用这两张纸 然后呢 我们一会儿投票的时候要用 这个 然后呢 然后呢 我们这个会 请大家花 相应的时间 来分别讨论这两个问题 那么我们现在先给大家这个30分钟的时间 刚才说35分钟 我们缩短一点 给大家30分钟时间 来讨论这两个问题 然后呢 我们再看看到4点10分的时候呢 我们大家的想法是怎么样的 有没有人不明白 我们这个接下来要做什么事情 请举手 有没有不明白的 你们自己去定义 什么是机会 是一个国家或者一个地区的机会 你们自己根据情况 可以自由地讨论 有没有要补充呢 好了 给大家30分钟时间 来讨论两个问题 第一个呢 是这个黄颜色的 金黄色的这张纸 首先讨论 我们未来12个月当中 面临的最大的风险是什么 好了 看大家呢 我们现在呢 我们来看一下呢 大家的观点是什么 这样我们就可以来简单的了解一下 哪些可能会是更有挑战性的 哪些是更为重要的 因此呢 这是我想可能不太完美 不太完善 但是呢 大家可以做一个统计 或者呢 有一些这个 这样呢 我呢 给大家一个 指示器 看一些世界其他地方发生什么 然后呢 我现在收集一下 了解一下呢 这样目前的趋势 这样呢 大家你们可以判断一下 今后会是什么情况 大家把你们的 这个桌盘 大家立起来 这样呢 我们会更好的可以看到 可能呢 我们会了解更多的一些 一些趋势 大家可以呢 来进行表决 和发表自己的观点 当然毫无疑问 金融危机 现在已经很显然了 那么请三四个桌的人呢 给我们简单的来说一下 除了三个 这三个词以外 那么你们这个桌 还讨论了什么内容 我们现在看一下 第十三桌 给他们一个 第十三桌 让他们来讲话 发言 简单的给我们 三十分 三十秒钟 不要太长 只是大家简单的来说一说 你现在正在考虑的 哪一些主要事情 我想我所关注的问题呢 就是全球的流动性的问题 金融危机啊 现在呢 已经产生了一种恐慌 你将避免这种恐慌 如果这个危机成为一个恐慌呢 那么它就会很快呢 它就从小的问题 并不是小的问题 从一个问题啊 变成一个巨大的问题了 因此呢 在今后一年呢 我们呢 要保证它不会 我们希望它不会成为一种恐慌 你认为十二个月太长了吗 那它可能是吧 我不知道 我们没有这么说 但是只是一些基本的想法 就这种恐慌 我们希望能够避免 这种恐慌 我想这可能往往呢 如果大家害怕自己的钱损失啊 咱们不希望这种银行的危机 都有产生恐慌 我们看一下第十四座 我们最后决定啊 最大的风险呢 是金融稳定 可能会涉及到这个信贷啊 这个信用啊 流动性啊等等 我们当然呢 我们还讨论了一些其他的问题 因此其中之一呢 我们就是一个保护贸易保护主义 这些也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 还有关于商品价格的不断上升 有一些有什么具体的问题吗 那么您刚才谈到了一些流动性的问题 那你认为这个挑战或威胁有多严重啊 我想这个问题呢 我们也在讨讨 我想这是一个信贷市场 就是信贷市场的垮台 可能就是我们一直在讨论的问题 我们尽可能的要保护啊 它的金融稳定性 有些桌子呢 刚才讲到了 像23桌讲到的缺乏信心 23桌在哪呢 给他们一个麦克风 好 简单的跟我们来介绍一下 你们主要讨论什么内容 好 在我们这桌啊 我们认为 首先 有关在金融市场的这个信心问题 我们讨论了 我们担心的是呢 这个可能会一来也严重 像有人说呢 处于这种恐慌状态 那么 在广业上来说 缺乏这些消费者信心 那么这样呢 就会有这个消费的能力啊 等等 因此呢 那么 这些呢都涉及到一些广业的信心问题 第24桌 也是有关金融危机的 好 给我一些具体的内容 因为你用三个字 很难描述什么内容 很显然有消费者信心 我们讨论了其他一些方面 包括 包括这个资本系统 资本主义体制 还有呢 还有呢 这些世界领导人呢 他们可能会难以解决这些问题 那么信心的危机呢 往往是在 无论是在政府 还是在个人一层呢 都会引起呢 今后啊 可能 很难呢 在今后一年 都能够找到一些解决办法 第20桌 第20桌 刚才你们讲了这个 全球治理的失败 这个刚才你们提到了 那么我们讨论了 一系列的可能的风险 金融风险当然是很重要的 还有一个呢 是领导力的问题 最后呢 我们发现 有很多的这些风险啊 其实呢 都是需要在全球范围内来进行管理的 因为这些都是全球的问题 而不是一个国家的问题 因此啊 我们面临的最大的风险 是缺乏一个全球的合作 来真正的解决这样一个问题 那么你在纸上写下来的是 治理这两个字啊 那么治理啊 这个就是政府的能力的问题啊 政府管理和处理这些危机的能力啊 我们是不是应该这样的理解 那么大家都很怀疑 在未来的12个月当中 政府以及其他的机构 是不是能够真正有能力来解决 我们现在面临的问题 我们很怀疑 目前为止我们来看 金融危机只是短期的一个情况 但是很多长远的问题 像气候变化呀等等这些问题 都是需要我们全球合作来共同解决的 那么我们下面请11桌 你们也讲到了缺乏信心的问题 那么我们也讨论了同样的问题 我们称之为啊缺乏信任啊 那么金融机构啊政府啊 他们呢现在很多的时候 因为现在的问题 失去了人民的信任 另外呢还有这个监管的破碎 这个政府啊很难合力来解决问题 政府很难真正的合作 来解决这些问题 这是我们面临的很大的风险 那么你刚才说啊 这个失去信任啊 失去信心啊 有一个什么样的程度啊 你觉得这个问题的严重程度是多高啊 政府到底有没有能力来控制 很显然 在这里面有很多的恐慌 大家都觉得不确定 不管是公司啊 还是其他的一些机构啊 大家都不知道 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情 那么我们这个请 三十二组啊 三十二组 除了金融危机以外 还有什么风险 那么你这这个 呃纸上面写下来 消费的终结 信心是非常重要的 但是我们真正担心的呢 是美国消费者 消费能力的崩溃 因为呢 这个我们的消费 还有依赖我们的信用卡的 这样一套体制 以及我们的住房按揭 这样的一个体系 如果崩溃的话 那么会产生更加爆炸性的后果 那么这样的一种内报 会产生非常严重的后果 所以呢 我们觉得这个信用 还有整个消费者的这个信心 非常重要的 所有的经济体 都是和美国经济有关联的 所以呢 美国出问题了 很多世界上依赖美国经济体的国家 美国经济的这些经济体 和国家或者地区都会受到问题 很多国家依赖向美国的出口 尤其是一些小国 他们国内基本没有市场 没有内需 大部分的产品向美国出口 在这个情况下 这些小国会受到非常严重的影响 那么我们已经听到了 很多组的这个意见 下面我们请15组 那么那一组啊 提到了这个互联网的这个问题 这个可持续的互联网的这个危机 这个是不是一个新的问题啊 跟金融危机有没有关系 我们有很多很多的挑战和风险 刚才我们讨论了很多 包括战争啊 这个环境啊 这个一些地区呢 是有很多的冲突 还有这个互联网 这个还有一些流行病 还有气候变化 食品危机 还有呢 恐怖主义等等 在所有的这些里面 我们发现大家都在讨论同一个问题 整天都在讲世代危机的问题 我觉得世代危机啊 大家很重视了 很重视的问题 可能就不会变成很严重的问题 我们来关注一下那些 大家不关注的问题 大家那个还没有真正去解决这样的问题 比如说 这个互联网的这个发展 这个互联网的会对世界产生巨大的影响 那么这个可能会加剧目前的这个危机 这个互联网目前所发挥的作用啊 有可能会加重我们现在的危机和风险 是不是有专家啊 能够给我们解释一下 你们这个组啊 在多大的概率下 我们这个互联网会产生问题啊 或者说是会影响我们现在的威胁 从这个数据统计的这个角度来讲 我们很难提供这个数据 那么我们现在啊太依赖互联网了 我们整个世界太依赖互联网了 那么而从一开始 我们这个互联网啊 就是可能说不能够支持这样大的一个依赖程度 所以一旦互联网瘫痪 或者互联网出现问题的话 会对世界经济产生重大的影响 那么因为现在的人们都是完全是 靠互联网在互相联系 金融市场也完全依赖互联网 以及网上的一些交易 那么如果出现问题会怎么样 那么我们现在是一个动态的一个市场 突然这些新闻以及消息的这个流动 全部停止 互联网全部瘫痪的话 这个时候呢就会摇曳满天飞 这个时候啊 再加上我们现在整个市场已经缺乏信心了 这个会进一步加剧信心缺乏的这样一种局面 从而使整个世界陷入恐慌 大家可以想象我们现在的生活 如果几天没有互联网不能上网 大家会发生什么样的情况 这个影响是非常深刻的 你觉得目前互联网的系统是不是可靠 在目前的这个情况下 世界各地那么多专家在研究互联网的问题 是不是会出问题 那么互联网这个弹性 或者说它的这个稳定性啊 应该还是可以的啊 这个因为呢 互联网最早起源的这个时候啊 它就是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基础 那么可能会在某一个特定的地区 出现互联网的问题 或者黑客攻击的问题 那么但是一般的都会 比较快的可以解决 所以呢这只是某一个地区 但是呢这个我们很难设想 一旦全球或者说是几个大的国家啊 这个互联网出出现比较大规模的瘫痪的话 会产生什么问题 那么你觉得有没有问题 有没有方法可以来应对呢 那么我觉得最重要的是 大家要意识到这种威胁 因为大家觉得互联网 现在就是自然存在的一个东西 好像它永远不会出问题啊 这个我们要意识到万一出问题 应该怎么办啊 只要重视这个问题 问题就有解决的办法 好了我们下面这个已经基本上了解了 大部分的关于威胁的这个看法啊 那么当然我们现在可以来这个投票了啊 这个这个是个投票仪投票器 电子投票器 先把它打开 然后呢我们可以选择你的这个答案 那么就我们先来这个测试一下 就是我们来测试一下 你的是来自哪个大洲的啊 我们选择一下啊 你是来自哪个大洲的 然后呢你来自哪个大洲就按哪个号码啊 你如果是来自水星或者火星啊 这时候呢你就要去这个另外再选了啊 那么请大家从一到六里面选出你来自哪个大洲啊 然后呢再确认 找到你的那个来自大洲的数字 然后再按确认 一分钟时间 研究一下啊 看看从数据统计的角度来讲啊 我们有多少 同事是来自 一分钟时间 研究一下啊 看看从数据统计的角度来讲啊 我们有多少 同事是来自哪些个州的 大家耐心等一下 我们大概需要一分钟实现 那么大家能不能够 把空调稍微开的再足一点 好了 这是我们的统计结果 这就是来 测试一下这个机器 一共多少人啊 184个人 差不多啊 在这儿的代表184个人 那么好了 大家来回答我们第一个讨论的问题 未来12个月当中 我们面临的最大的威胁是什么啊 这个呢 是我们刚才统计的8个啊 最大的威胁 大家提交上来的啊 那么根据刚才的各组的解释啊 我们请大家现在来投票选择 您认为未来12个月当中 整个世界面临的最大的威胁 第一个是金融危机 第二个是缺乏信任 第三呢 是恐慌啊 第四个呢 是全球的治理 第五个呢 是缺乏信心 第六个呢 是这个流动性的恐慌 第七呢 是全球化的这个逆转 然后第八个呢 是整个消费的内报 那么我们这里面没有加上去 刚才讨论的互联网的问题啊 这个因为只有一组提到了 但是呢 大家希望大家有一个危机意识 万一互联网瘫了怎么办啊 好了 请大家选择相应的数字啊 然后呢 按蓝颜色的那个确认键 谢谢大家 祥福 各位 你看 很多 我们都做了我们的最后 还有其他最后 也有其他最后 其他人都做了自己的最后 这里面的很多都是重叠的,有一些选择我觉得是重叠的,当然这是不完美的,但是我们尽可能地把它列出来。 这是最为关注的,大家最为关注的一些问题。 我们来看这个,大家提交上来最后的这个答案。 那么当然这个大家所提供的意见有很多重叠的地方,但是我们尽可能地给大家罗列出来,大家提到的比较多的一些条目。 好了,下面我们来讨论这个机会的问题。 刚才还在谈这个危机的问题。 当然有一些重叠的问题,是不是能够合并一下。 那么我们现在来想一下这个下一个问题,哪些机会。 那么在我们面临这么多的危机的情况下,特别是缺乏信心,还有政府治理等等这些问题,我们能不能够鼓励大家来看看光明的一面,有哪些机会,能够来帮助我们解决这些问题。 那么让我们能够有一些好的一些想法,来解决我们刚才提出的一些问题,包括这个流动性的问题。 那么今天早上我在看新闻,现在是最好的时机来搞一个恐怖主义的行动,因为大家都很紧张,都很恐慌,大家都在看美国国会的辩论等等。 这时候来搞一个恐怖袭击,可能是最脆弱的一个时候,可以使全球陷入完全的恐慌。 刚才有讲互联网瘫痪,现在又讲恐怖主义。 那么我们大家所在的机构,不管是大还是小,都应该来考虑我们这些面临的问题。 在过去的18个月当中,我们看到一些小的事情,不管是真的还是假的,从小慢慢发展成为大,然后发展成为一个很恶劣的一个问题,很严重的一个后果。 所以呢,这是一个传染病一样的一个东西。 那么现在我们发现消息都会互相的影响。 那么比如说这个一个谣言,可能会是一家银行倒闭。 那么刚才大家提到了这个恐慌的问题。 换点这个麦克风。 那么在我们之后,我们讨论了很多关于金融危机的问题,但是呢,我们的这个角度是比较独特的一个角度,就是一个去杠杆化的一个过程。 我们在讲恐慌,还有传染,这个恐慌的情绪在蔓延等等这些问题。 不管是消费者,还是公司,还是银行,还是金融机构。 我们看到有很多的这个人呢,都在做同一件事情,就是去杠杆化。 把这个杠杆都去除了,都没人借债了,没有人借钱了。 这个,全部都开始转向这个,这个比较安全的投资的这种方式了。 可能这个会花更长的时间来解决这个问题。 中国的这个增长的引擎会出现什么情况等等,我会这样各地去讨论吧。 如果呢,现在那边有点讲话。 先做一个自我介绍,我曾经是这个荷兰的这个物理教授。 这可能会带来一些是否是恐慌呢,就是好的治理呢,可以来考虑如何对这些非常危险的这种传染病式的这种发生,做出一些应对的一些反应。 鉴于呢,我们有很多的国家在这些发达国家里边,说起来这样一些金融领域,特别强调这样一些弹性的运行是很大的一个问题。 那呢,你这里边想说什么呢?这些决策者们他们练临的什么呢? 我们有一些金融危机啊,现在已经会得到一些全球的政府的一些治理,包括这一些对这个流动性的恐慌啊,还有全球化啊,都会发生这样一些这个比赛情况。 那怎么来去逆转他们呢? Sandy Bali来自于这个印度,我想说呢, 这里有很多一些威胁,还有很多的一些机遇,人们没有充分的利用,不管是任何一种基金呢,还任何一些个人呢,一些国家有很大一些这种存款的国家。 它这里边是个机会让这些人呢,也许呢,可能不会是下个月。 我想在下个12个月里边有很多一些机会,来去尽可能的减少这样一些威胁的发生。 那么政府的这个能力呢,政府是要来看一下他们这种国家主义的情况,目前在这种什么情况。 这就是引导着,在包括英国所发生的一些情况。 在回顾几个月之前,我们都知道呢,这个有需要有这样一些这个战略性的投资。 它可以能够对这些港口进行一些投资,现在又涉及到一些各种一些基金。 这是靠来造一些国家的一些利益上去做。 我想所有人呢,都可以来去解决这样一些关于这个流动性的问题。 他们需要一些资金,他们需要来等待一定时间之后,他们可以能够来进行这个投资。 说缺少这个信任和这个出现这个流动性的这个恐慌。 比如说我们在这个英国很大的一个银行,他要来去抛售掉一页之间,交给一个这个网站。 这就是关于这样的一种政府的干预目前来说,是否这里边你们感到满意吗? 就是关于这样这种国家的这种政府,要出来去逆转这样一些趋势,这样你们满意吗? 然后L来自于Planet Show。 我不知道呢,是否对我们这种国家主义或者一些国家政府是否感到满意? 这就看到在这房间里边最起码有这样一种概念,就是国际性的合作,是所有这些问题的解决方案,还有国家的利益等等。 在这一点上呢,我们可以能够来全门都是这种分享的。 其中有一个内容想来去提一下,这边没有的,也许有一种叫做灾难性的气候的变化,这可能会发生的。 也要求我们有国家的一些职责,现在这种国际的一些机构呢,应该是在过去八十年里边变得越脆弱了。 就需要这种国际上的一些这种转变。 这国际的机构呢,需要来去的气候进行建设这样一种吸引,而不是说犯什么错误。 我想说,如果呢,是这样一个国际上的组织,他们呢,在过去几星期里保持沉默怎么办?是这种情况。 我们,它跟在过去几星期的情况没什么大关系,更多的关系呢,就是说能够是否有这样一些,呃,机构上的一些这种协调的合作? 在过去时间发生的情况,也是他们的一部分的责任,也还有其他的一部分的责任。 你的观点是什么,关于这样一种水平,就这些机构的性质来说,比如说,你需要是哪个,是七七八八哪个是,你可以考虑一会儿。 我们的表格,也是想来加一些,就是这个体质的这个危机,这些金融的危机呢,是在这之上的,还有这个都哈这一轮的这个危机也等等啊,还有这些环境啊,从这个巴黎到这个巴哈根也等等。 所以这里边把它放在一起的话,就各种一些的危机的考虑,有意思点我们顺便说一下呢。 在我们这个两年前的达宝斯的会议上,我们的第一大的这个威胁是气候变化,现在就没有了。 我想呢,这里边其中一个风险呢,我现在专注于呢,其中的这个威胁的是一部,危机的一部分,还没有意识到全球在面临着,就叫做体制性的这样一些这个危机。 我想呢,鉴于你刚才做的在你大学里边的工作,你把它这个职责放在什么地方,再看一下这张片子, 这里边有八个,你把它这个职责是放在什么地方来去逆转这样一种非常危险的这个趋势,我想把它应该是要逆转这样一种全球化,作为一个大的一个 威胁。还有一些呢,一些这个理念呢,就是需要这样一些协作在政府之间,这也会通过 某些这个可能会发生一些灾难之后,包括一些大的一些种,使得这些各国首脑能够来去协作,还有更大一些压力,在这个基层一级,其中有一个问题呢,我们必须在进行对话的时候,我们需要在五顶路离开,我们会做什么,有多少人会呢,来去要施加一些影响,对他那些决策者,我们当然还有20分钟的时间可以来想呢,我希望你能够取得成功,取得影响那些决策者。 在这个4.19分,4.19分,4.19分,我们会留到这一些档案,然后呢,尽可能讲准确一些,我是来自于这个香港的亚洲的商业协会,我再来回答你的问题,关于这种英国的这种国家主义,我们这个表格呢,這不是一个问题,是一个声明呀呢,我们特别来关注那些不合适的一些这个政府的一些职责,我们的一个日本呢, 他们在失去了10年的时间 他们并没有能够正确来处理这样一些金融危机造成的 这边 我最关心的是什么呢 我是Buranty来自于智力的 我们已经看到在拉美洲地区有很多一些金融危机 其中的一个后果呢 人们就是目前没有提出疑问的 就是这个美元的问题 缺少一些信心对这个美国 如果它发生的话 我们已经看到了在拉美地区发生的情况 你可以看到主要的这样一些本地货币一些贬值 如果美元贬值的话 这是非常灾难性的一个现象问题 没有人提出这样一些问题 就是它一些美联储或一些财政部 或是它是具体的措施 但在某一点上呢 他们是缺少这样一些资源 我想你的问题还是给它这个麦克风 你是否在说呢 这个华尔街和其他其他的地方 他们无法来看一下它这些拉美的一些这种前例 先例吗 我不知道他们是否能够看一下 如果来考虑一下 就是任何这个其中的一个危机呢 都是由这样对某一国家的这个货币缺少性造成的 它这个后果呢 就是人们并没有来怀疑它这个信用啊 包括美国啊 或者这个美元作为一个外汇的这种货币啊 它以后会发生的 你去过那个地方 你如何来去高它这个对它这个信任和信心的这个程度 我们怎么来去逆转呢 其中某些这个这八个问题 唯一的一种方式呢 我们已经看到是可能的 就是要来由其他国家提供帮助 美国本身的并不能够自己下以解决 因为呢 我们看到它每年是有这个530亿美元 然后一个银行整完它是80亿 所以呢 它要把多少的分享给它 包括其他一些经常性账目下等等 其他一些缺了这些基金 美国的这个财政来说呢 我认为呢 有中国还有其他一些国家来支持美国 来帮助它们做这项工作 可以带来很大的一些这种不同的地方 这个主要的一点 它哪怕没有能够这样去做 我希望我们可以能够对你表示欢呼 来鼓励你 我想呢 刚才这个 我想你的问题呢 我们如何来去逆转这种趋势 这个领导人来说 或者领导力来自于什么地方呢 这就是这样一个问题 特别是我来自于华盛顿的 我并不是想问这样一个问题 但是呢 它必须呢 不管是通过 这个扩大这个 还有这个 八国会议或其他一些特赦组来去探讨 就说还目前没有足够机制 我们必须要来会聚在一起 能够抬取一些这个紧急的措施 来给人们这样一种信心的一种 这个信心的感觉 然后建议你来自于这个什么行业 是不是这一个PR的这个campaign 是一个做这样一些公关宣传等等 不是这样的情况 你可以 没有这样一些去沟通的话 你不能够沟通的 这样的话很愚蠢的 我确实认为有这样的一种叫做宣传教育 还是缺少的 在我们整体的这个问题当中 这整体的理念呢 它这个旧式来说呢 是刚刚开始推出来 能够来去提高我们的信任 这已经用不同方式做一些解释 现在困难就是说呢 这个危机呢 你可能会有一些不同的一些反响 因为我们现在有这样的一个 主要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我是阿布加比 我们来看一下我们这种反响来说呢 来看一下这个金融危机的一些数字 有48个这个积极的这个反响 这48个呢 包括呢 这个危机来说呢 会影响到我们的最后果 如果来看一下缺少信任 缺少这个信心这两条 把它放在一起 你有这个53个这样一些积极的这个反馈 这都是我们的一个原因 这个原因主要是缺少这个信心 它会影响到这个金融危机 我们必须呢 能够来先解决这个缺少这个信心的问题 然后再进入到第四点 就是这个全球的这个治理 这个问题呢 它又来去跟这个缺少信任相联系的 而更好的一个机制 是缺少的 是需要我们对这个危机 做出快速的一些这种反应 它需要一种国际的这样一些协调的一种反应 然后其他一些体制性的一些框架 或者是这个 世界银行啊 还有一些这个世界这个基金货币组织啊 来做这样一些工作 能够来做出响应 能够来去提高对这些体制的一些信心 你是负责这个通讯业的吧 你可能怎么能够把它进行广泛的来宣传 能够有做到一些这个系统的一些改变 在这种情况需要我们这样一些PR的工作 我们需要有一些实质性的一些响应 是负责任的 所有的这些信任和信心来说的建立起来 所有这个PR本身也做不到的 我必须要来去看一看 你有社会有没有竞争对手 没有 有人从事这个PR这个行业的吗 他们怎么去做 来去做出逆转 这是你的机会来进行一些 可以有人举手吗 谁做这些行业的 然后这里边呢 我们现在还有这个八至九个人举手 就是你可以拿到麦克风的话 就要抢个麦克风 随时看 我想来呢 稍微讲一讲一个不同的情况 我想呢 我们都已经认识到 有这么多的一些系统的问题啊 包括一些气候变化 金融危机 从一个中国的这个角度来说 就是我们还没有来点击这个按键 你说哪个按键还没点呢 也就意味着我们还没有达到这种最坏的情况 当最坏的情况发生的时候 也许这个国际的合作会出现的 因为呢 我们还是认为呢 我们有这样的问题 有那样的一些解决方案 这样的解决方案 也许呢 如果我们再有一两个月的时间 我们会发现 我们有没有什么出路了 然后我们可以能够来进入到 这样这种协作 国际的协作里边 因为我们认为在目前的压力下 人们才开始能够相互的合作 现在这里边常说的就是叫做 这个事先预防 还是说来去再去拯救等等 这里边涉及到这个西方和这个东方的一些想法 我们要来去 怎么来去找到一些问题的加以解决 James Chow来自于这个中国这个中央电视台的 我同意这个其他一些这个 这个金融危机是很大的一个威胁 我们并不是个人 要只要看着我们目前这个近期的威胁 然后回答呢 刚才这个全球有多么的小 然后到这个公共的一些这种健康状况 也涉及到我们每一个人 然后包括一些这个传染病的一些 这个防止等等啊 预防啊 也会涉及到我们这些经济 还有这样一些这个冲突啊 还有一些不稳定性啊 这里边有很多的问题 你们都已经强调了今天 包括一些艾滋病呢 也是已经进入到这个安理会的一程上之上 然后我们还有呢 我们也不能够来去预测什么一些 突发性的一些这个瘟疫 或者一些疾病等等 我们这里边有差不多那么七八个人呢 差不多给你们二十三十秒钟的时间 让我们再玩进行了 詹姆森来自伊斯安尼亚 我想呢我们讲了要来去需要一个全球解决方案 我想这个政务和一些领导人来说呢 都应该联合起来呢 看看其中一个 包括这个全球发生的一些这种威胁 如果一些这样一些政治的不稳定的话 在很多地方 然后呢就没有这样一种能力呢 让人们来去来寻找一些机会 能够来解决这些问题 能够来去从这种全球方式做出一些响应 我们需要这些大规模的这样一些这种体制的一些变革 我是来自加州的 那么我想呢 目前呢 目前呢 有一定的人为的一些繁荣 这些可能都是由于一些不稳定的因素 那么这些呢都已经崩塌了 所以引起了危机 那么这样呢 可能呢一夜之间的摧毁了所有的繁荣 这样就造成了金融危机 我想金融危机啊 它的流动性啊 是用政府来负责来解决 那么我想呢 重新建立这种信任 之后呢 我们今后的世界啊 我们的增长会慢一些 因为人们呢 需要恢复一定水平的消费 好 还有一个问题 您说呢 你说的一切都在微笑 你认为是两个月两年 还是一年可以解决呢 我想两到四年吧 这期间 那么从企业界到了 那么我一直在考虑这问题 我们都认为呢 在市场上 我们都相信市场 我认为呢 世界上这是一个泡沫 我们也看以前有过这种泡沫 现在是信贷市场了 因此呢 再还有很多其他的一些这种泡沫 因此百分之五十啊 有人呢 可能如果要是 一个一年或两年 我们要面对它 为什么非要政府 还要和企业 这里 我们为什么不相信市场呢 这是我们过去十年 一直运行非常好的一种因素 你是说 大家 过去几个星期 大家都很好吗 不是 实际说呢 大家呢 太多了 如果大家马上跳出去窗户的话 会马上就会受伤到 因此呢 这也是拉美的问题 拉美人士提的问题 就是说我们 如果能够摆脱 这个目前的状况 能够逆转 那么当然呢 在南美呢 出现了一些危机 他们可能会有办法来扭转 好 我是来自巴基斯坦的 我认为 大家都有一些企业的一些观点 大家需要一些政治观点 我认为 这种竞争危机 在我们 在看这个论台的承诺的时候 它要进一步改善 全世界的状况 这是我们的诺言 我想呢 我们目前的危机 是从食品价格 到石油价格 一直到一些非 商业的一些价格 危机 那么到公共部分来说呢 我想讲到 大概现在的 7000亿美元的拯救计划 是来自于这个纳税人的 但是呢 我们必须呢 要考虑 我们应该摆脱 目前的困境 但是问题是 目前呢 现在好像 这种责任呢 已经 这种已经转接到 发展人家 欠发的地区了 因为呢 这些因此呢 这些企业呢 他们好像 从这种 人口 像这个 巴基斯坦的人口 印度人口 还有很多其他国家 人口中 获利 因此呢 我们要看到呢 对这些发展人家 会产生哪些影响 我想这一点呢 我们这些 我们这些国家 我要特别要提到呢 我们面临着 这个恐怖主义 我们还有很多 其他的问题 我们 于一段呢 我们需要 解决这问题 我们全球内有一致的共识 就是这些面临一些很大的 很大的一些问题 如果不解决 这个问题 好 这个巴基斯坦的问题呢 这就是一个问题 我们现在还要继续 往下来讨论 然后呢 我们再看一下红色的纸 然后我们十分钟就解决 我是来自于 贝林公司的 我是一个自行公司 我们再看一下 回顾一下 过去两年 那么从过来说呢 他用这些信用卡 进行资本的投资 在美国 他们现在有这样的一个 7000亿的刺激计划 我希望呢 像这个世界银行啊 国际货币经营组织啊 他们应该建立一个安全的网络 来呢 解决人们失去新兴的问题 也许呢 我们重新恢复 世界银行 这个国际货币经营组织 来做一些工作 好 还有哪些基于发表自己的观点 好了 我们现在呢 我们要乐观一点 我想这也是一些机会吧 因此大家还记得 在填着表的时候呢 半小时间我说 有些区域的国家 哪些代表 今后一年是最大增长的地区 然后国家呢 好 我们 我们 看一下这红色的键 你不要 你不必告诉我 你是来自什么地方 这些呢 是7个国家 你们大家所选的 选择的 这是最大的增长机会 所在的一些地区 大家请大家来按一下 这个数字键 然后再按蓝色的确认键 只按一次 不能回去 不能返回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好,大家有结果了 我们看刚才有一个问题是说中国的 就是有关消费的挑战问题 大家有谁愿意发表自己的高见 今天我们一直在讨论中国和亚洲的问题 有哪些人愿意发表自己的高见 为什么这个在中国的机遇这么大 特别是有关 这个是昨天我们中国总理讲的 他所发表的讲演 大家可以进行参照 好 我是中国的一个四目股权基金 但是我想简单谈论一下 很令到意外 就是欧洲在世界也是一个GDP很高的 还有日本他们都不能够都没有出现 是否应该把日本和欧洲也放得上呢 大家没有写的 这是一种 来自迪拜的 另外 这些海湾国家也没有出现在这里 在中东也就中东地区 我认为 我想大家要思考一下 因为世界上所有的地区 其中包括中国 可能是受影响 在今后一年呢 受影响最少的国家 这是肯定的 就是由于全球的金融风暴 你是否 这是目前我们所谓的 是埃及啊 约旦啊 什么 我们说要做什么的 你有点偏向的 当然了 毫无疑问 我非常意外 特别印度和美国是一个层次 我感觉意外 这个当然了 大家记得 这个从统地上并不完美的 不完善 当然了 就刚才你所说的 你说了 在其他的论坛上呢 大家也会有这种意义 就是到底 大家对某些类的 在中东的增长 大家会有一些 持疑的疑虑吧 当然了 我们在世界上呢 我们在资金上是 我们的资金的方面 很这个厉害 但是呢 另外还有一个 我们必须要看一下 最根本的经济增长 这些根本因素 特别在海湾地区 它的根本因素 不是这个石油 而是政府的支出 因此呢 我们必须考虑50% 如果石油 降价50% 那么它可能会呢 缓冲一部分政府的开支减少 因此大家在中国看不到 在中国来说呢 如果我们 这个增长 如果下降4%和5% 那么这样就会产生 很多的社会和经济的问题了 好 谢谢 第五桌或第六桌 第八桌 你们为什么 这个数字这么高 大家是否可以说一下 James Lee 我们是来自23桌的 当然在我们讨论的时候呢 我们尽可能来讨论其他一些内容 例如印度啊 讨论一下印度或者其他其他国家 美国等等 但是最终呢 我们最终还是感到 还有其他一些因素吧 要考虑 一个是政治稳定 这是对我们来说很重要 第二更重要的一点 就是国内需求 因为在中国呢 人们有钱 有购买力了 另外呢 还有第三就是投资 国内的储蓄力很高 当然还缺少一些外资 因此呢 我们现在尽可能呢 来找的 把这些国家数量减少 最终啊 我们还是选择了一些中国 这个结果呢 可能就来说 有某种程度的一些失望吧 好 我知道你们做了很多努力 第八桌 第八桌 从海南 海南集团 我们也是尽可能找到 其他一些国家和地区 包括印度 是其中一个选择 最后呢 我们决定啊 还是中国 这主要是有几个原因 一个原因呢 是这么讲的 就是政治稳定 我想重要的呢 就是中国经济的规模 还有增长 百分之八 百分之九 我想在世界上 目前很了不起了 另外呢 还有中国人民的 中国这个在 你说有两三万亿的储蓄啊 还有很多的外汇储备啊 这些呢 就是政府呢 并没有呢 真正的来促进 国内的消费 我想今后会出现一些政策 这样呢 政府呢 可能会 我相信呢 政府会做一些工作 最终的我们还是选择了中国 好 第十一桌 还有第六桌 你们也在说的 你们考虑其他的选择了吗 我当然并没有说非要让你说 但是呢 我们来看一下 霍凯迪亚十二桌 好 我们来自天津 天津的 我们认为的中国 我们获得的结果呢 就是最终还是在亚洲中国 中国有很大的需求 有很多的人口 或很大的储蓄 很高的储蓄 但是呢 我们也没有扩大 那么特别是呢 在目前的金融危机中 中国人 他们我想比较保守吧 目前他们已经缺乏 对我们的市场啊 对人的消费 缺乏了一些信心 因此呢 目前的情况呢 最好的办法呢 就是我们可以创造 由政府的支持 来创造一些机会 我们可以做一些工作 来进行工作的投资 因此呢 我们有中东国家 海湾国家 他们有很多钱 他们油价在上升 他们呢 有很多的利润 因此呢 他们有钱 他们是金融危机 受影响最少的国家 税少跌 你既然说了这些 那么这个 这个股市 为什么下降了一半呢 比一年半以前 我想中国要是 主要是本地的 缺乏信息吧 对经济 因为我们需要一些 外部的一些国家 来帮助我们 因此呢 我们就有了 一些海湾国家 还有一些日本 因为呢 他们有技术 因此我们选择 亚洲作为增长 最大的机会 这地区 就在今后一年 别人还有什么 要说的吗 您刚才也说了 提到中 我们也说了 一些领导力的重要性 以及 像总理 昨天直接讲了 有关开放 有关这个 污染呢 知识产权呢 讲得非常开放 非常坦诚 还有这些腐败等等 我想领导人呢 他们 可以在国际的场合 发表这种观点 我看到中国有很强的领导力 我想这也是为什么 我们选择了中国 把它作为增长 机会最大的一个国家 好 第六桌 我是Janet 来自Noveldo 我们选择中国 当然亚洲和其他国家 确实与中国 贸易中也会获利 那么第一点呢 我相信政府的领导 政府的领导呢 他们呢 有决心来解决这问题 而且预计呢 将会预测这些问题 另外呢 我们有能力 能够最终 可以使这些问题 获得解决 还有人要补充吗 Noveldo是一个 很了不起的公司 谢谢 好 我想再问一个问题 那么这里呢 是我主动提出来的 那么大家 普遍感觉 中国 也许有一两个 其他的国家 开始了这种 与美国这种模式脱钩 有这样的感觉吗 我想呢 我主要是我自己的问题 大家有没有人 大家是否可以举手 我们可能呢 正在有一种模式 与美国模式的一种脱钩 脱离 如果大家同意的话 大家是否可以举手 告诉我 有没有正在进行的 这种与美国模式 脱钩的一种现象 那么你可以帮助我 来做一个定义 就是金融的脱钩 就是使得中国市场 和美国市场 真正的脱钩 不要受美国的影响 大家觉得有可能 这样脱钩的 请举手 大家觉得不可能脱钩的 这个大家意见很一致 中国不可能和美国脱钩 那么从经济的角度来讲 可不可能脱钩 一定觉得可以的举手 人数仍然很少 觉得不可以的 美国和中国不可以脱钩的 不可能脱钩的 这位有没有最后希望 讲几句的 我觉得中国不可能 和美国完全脱钩 因为中国和美国的市场 互相之间的依赖程度太大了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还要讲 刚才的问题 在未来的12个月当中 哪里的市场增长会最快 那肯定是中国 但是如果说是更加长远的话 美国可能会代表着更加大的一个增长的机会 所以在它变得更好之前 美国可能要经历一段很困难的时期 但是从以前的历史证明 美国应该还会再回来的 那么对于中国公司来说 我们现在是一个很好的走出去的一个机会 使得中国的公司到美国去做生意 使中国企业真正的成为全球化的企业 那么我们现在已经没有时间了 非常感谢大家 我们已经到了五点钟了 那么我们至少有了一个比较好的感觉 在未来的12月当中 中国可能是代表了全世界所面临的机会 那么另外我们还大家讨论了八个 我们面临的最大的威胁和风险 那么请大家仍然在会场里面不要走 我们一会儿会举行一个闭幕式 解决这样一个问题 那么你在纸上写下来的是治理这两个字 那么治理 这个就是政府的能力的问题 政府管理和处理这些危机的能力 我们是不是应该这样的理解 那么大家都很怀疑 在未来的12个月当中 政府以及其他的机构 是不是能够真正有能力来解决 我们现在面临的问题 我们很怀疑 目前为止我们来看 金融危机只是短期的一个情况 但是很多长远的问题 像气候变化等等这些问题 都是需要我们全球合作来共同解决的 那么我们下面请11桌 你们也讲到了缺乏信心的问题 那么我们也讨论了同样的问题 我们称之为缺乏信任 那么金融机构 政府他们现在很多的时候 因为现在的问题失去了人民的信任 另外还有监管的破碎 这个政府很难合力来解决问题 政府很难真正的合作来解决这些问题 这是我们面临的很大的风险 那么你刚才说 这个失去信任 失去信心 有一个什么样的程度 你觉得这个问题的严重程度是多高 政府到底有没有能力来控制 很显然 在这里面有很多的恐慌 大家都觉得不确定 不管是公司 还是其他的一些机构 大家都不知道 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情 那么我们这个请三十二组 三十二组 除了金融危机以外 还有什么风险 那么你这个纸上面写下来 消费的终结 信心是非常重要的 但是我们真正担心的 是美国消费者 消费能力的崩溃 因为我们的消费 还有依赖我们的信用卡的这样一套体制 以及我们的住房按揭 这样的一个体系 如果崩溃的话 那么会产生更加爆炸性的后果 那么这样的一种内爆 会产生非常严重的后果 所以我们觉得信用 还有整个消费者的信心 非常重要的 所有的经济体 都是和美国经济有关联的 所以美国出问题了 很多世界上依赖美国经济体的国家 美国经济的这些经济体和国家 或者地区都会受到问题 很多国家依赖向美国的出口 尤其是一些小国 他们国内基本没有市场 没有内需 大部分的产品向美国出口 在这个情况下 这些小国会受到非常严重的影响 那么我们已经听到了 很多组的意见 下面我们请15组 那么那一组提到了 互联网的问题 和持续的互联网的危机 这个是不是一个新的问题 跟金融危机有没有关系 我们有很多很多的挑战和风险 刚才我们讨论了很多 包括战争 这个环境 这个一些地区 是有很多的冲突 还有互联网 这个还有一些流行病 还有气候变化 食品危机 还有恐怖主义等等 在所有的这些里面 我们发现 大家都在讨论同一个问题 整天都在讲 次代危机的问题 我觉得次代危机 大家很重视了 很重视的问题 可能就不会变成 很严重的问题 我们来关注一下那些 大家不关注的问题 大家还没有真正去解决 这样的问题 比如说 互联网的发展 互联网会对世界 产生巨大的影响 那么这个可能会加剧目前的危机 互联网目前所发挥的作用 有可能会加重我们现在的危机和风险 是不是有专家能够给我们解释一下 你们这个组 在多大的概率下 我们互联网会产生问题 或者说是会影响我们现在的危险 从数据统计的这个角度来讲 我们很难提供这个数据 那么我们现在太依赖互联网了 我们整个世界太依赖互联网了 那么而从一开始 我们这个互联网 就是可能说不能够支持这样大的一个依赖程度 所以一旦互联网瘫痪或者互联网出现问题的话 会对世界经济产生重大的影响 那么因为现在的人们都是完全是靠互联网在互相联系 金融市场也完全依赖互联网以及网上的一些交易 那么如果出现问题会怎么样 那么我们现在是一个动态的一个市场 突然这些新闻以及消息的这个流动全部停止 互联网全部瘫痪的话 这个时候就会摇曳满天飞 这个时候再加上我们现在整个市场已经缺乏信心了 这个会进一步加剧信心缺乏的这样一种局面 从而使整个世界陷入恐慌 大家可以想象我们现在的生活 如果几天没有互联网不能上网 大家会发生什么样的情况 这个影响是非常深刻的 你觉得目前互联网的系统是不是可靠 在目前的这个情况下 世界各地那么多专家在研究互联网的问题 是不是会出问题 那么互联网这个弹性或者说它的这个稳定性 应该还是可以的 这个因为互联网最早起源的这个时候 它就是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基础 那么可能会在某一个特定的地区出现互联网的问题 或者黑客攻击的问题 那么但是一般的都会比较快的可以解决 所以呢这只是某一个地区 但是呢这个我们很难设想一旦全球 或者说是几个大的国家 这个互联网出现比较大规模的瘫痪的话 会产生什么问题 那么你觉得有没有问题 有没有方法可以来应对呢 那么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大家要意识到这种威胁 因为大家觉得互联网现在就是自然存在的一个东西 好像它永远不会出问题 这个我们要意识到 万一出问题应该怎么办 只要重视这个问题 问题就有解决的办法 好了我们下面这个已经基本上了解了 大部分的关于威胁的这个看法 那么当然我们现在可以来这个投票了 这个这个是个投票仪投票器 电子投票器 先把它打开 然后呢我们可以选择你的这个答案 那么就我们先来这个测试一下 就是我们来测试一下 你的是来自哪个大洲的 我们选择一下 你是来自哪个大洲的 然后呢你来自哪个大洲就N哪个号码 你如果是来自水星或者火星 这时候呢你就要去这个另外再选了 那么请大家从1到6里面选出你来自哪个大洲 然后呢再确认 找到你的那个来自大洲的数字 然后再按确认 一分钟时间研究一下 看看从数据统计的角度来讲 我们有多少同事是来自 一分钟时间研究一下 看看从数据统计的角度来讲 我们有多少同事是来自哪些个州的 大家耐心等一下 我们大概需要一分钟时间 那么大家能不能够把空调稍微开的再足一点 好了 这是我们的统计结果 这就是来测试一下这个机器 一共多少人啊 184个人 差不多啊 在做的代表184个人 那么好了 大家来回答我们第一个讨论的问题 未来十二个月当中 我们面临的最大的威胁是什么 这个呢 是我们刚才统计的八个最大的威胁 大家提交上来的 那么根据刚才的各组的解释 我们请大家现在来投票选择 您认为未来十二个月当中 整个世界面临的最大的威胁 第一个是金融危机 第二个是缺乏信任 第三呢是恐慌 第四个呢是全球的治理 第五个呢是缺乏信心 第六个呢是这个流动性的恐慌 第七呢是全球化的这个逆转 然后第八个呢是整个消费的内报 那么我们这里面没有加上去 刚才讨论的互联网的问题 这个因为只有一组提到了 但是呢大家 希望大家有一个危机意识 万一互联网贪了怎么办 好了 请大家选择相应的数字 然后呢 按蓝颜色的那个确认键 请大家选择相应的数字 请大家选择相应的数字 We've done our best Others have done their best We've done our best Others have done their best 大家作为关注的一些问题 我们来看这个 大家提交上来最后的这个答案 那么当然这个大家所提供的意见 有很多重叠的地方 但是呢我们尽可能的这个给大家罗列出来 大家提到的比较多的一些条目 好了 下面我们来讨论这个机会的问题 刚才还在谈这个危机的问题 当然有一些重叠的问题 是不是能够合并一下 那么我们现在来想一下这个下一个问题 哪些机会 那么在我们面临这么多的危机的情况下 特别是缺乏信心啊 还有政府治理啊等等这些问题 我们能不能够鼓励大家来看看光明的一面 有哪些机会 能够来帮助我们解决这些问题 那么让我们呢能够有一些这个 好的一些想法 那么来解决我们刚才提出的一些问题 包括这个流动性的问题 那么我今天早上我在看新闻 现在啊 是最好的时机 这个 这个来搞一个恐怖主义的行动 因为大家都很紧张 都很恐慌 大家都在看美国国会的这个辩论等等 这时候来搞一个恐怖袭击啊 可能是最脆弱的一个时候 可以使全球陷入完全的恐慌 这个 这个 这个刚才有讲互联网瘫痪 现在又讲恐怖主义啊 那么我们这个 大家的所在的这个机构 不管是大还是小啊 都应该来考虑我们这些面临的这个问题 先介绍一下你自己 Mark Trump 在过去的这个18个月当中啊 我们看到一些小的事情啊 不管是真的还是假的 从小慢慢发展成为大 然后发展成为一个很恶劣的一个问题 很严重的一个后果 所以呢 这是一个传染病一样的一个东西 那么现在我们发现消息啊 都会互相的影响 那么比如说这个一个谣言啊 可能会是一家银行倒闭 那么刚才大家提到了这个恐慌的问题 那么在我们周啊 我们讨论了很多关于金融危机的问题 但是呢 我们的这个角度是比较独特的一个角度 就是一个去杠杆化的一个过程 我们在讲恐慌还有传染 这个恐慌的情绪在蔓延等等这些问题 不管是消费者还是公司 还是银行还是金融机构 我们看到有很多的这个人呢 都在做同一件事情 就是去杠杆化 把这个杠杆都去除了 都没人借债了 没有人借钱了 这个全部都开始转向 这个比较安全的投资的这种方式了 可能这个会花更长的时间来解决这个问题 中国的这个增长的引擎会出现什么情况等等 我会在这张各自去讨论吧 如果呢 现在那边也要讲话 先做一个自我介绍 我曾经是这个荷兰的这个物理教授 这可能会带来一些是否是恐慌呢 就是好的治理呢 可以来考虑如何对这些非常危险的这种传染病事这种发生 做出一些应对的一些反应 鉴于呢 我们有很多的国家在这些发达国家里边 说起来这样一些金融领域 特别强调这样一些弹性的运行 是很大的一个问题 那呢 你这里边想说什么呢 这些决策者们他们练义了什么呢 我们有一些金融危机啊 现在已经会得到一些全球政府的一些治理 包括这样一些对这个流动性的恐慌啊 还有全球化啊都会发生这样一些这个比赛情况 那怎么来去逆转他们呢 Sandy Bali来自于这个印度 我想说呢 这里有很多一些威胁 还有很多的一些机遇 人们没有充分的利用 不管是任何一种基金呢 还有任何一些个人呢 一些国家有很大一些这种存款的国家 他这里边是个机会让这些人呢 也许呢 可能不会是下个月 我想在下个12个月里边 有很多一些机会 来去尽可能的减少这样一些威胁的发生 那么政府的这个能力呢 政府是要来看一下 他们这种国家主义的情况 目前在这种什么情况 这就是引导着 叫包括英国所发生的一些情况 在回顾几个月之前 我们都知道呢 这个有需要有这样一些 这个战略性的投资 他可以能够对这些港口进行一些投资 现在又涉及到一些各种一些基金 这是靠立到一些国家的一些利益上去做 我想所有人呢 都可以来去解决这样一些 关于这个流动性的问题 他们需要一些资金 他们需要来等待一定时间之后 他们可以能够来进行这个投资 说缺少这个信任和这个 出现这个灵动性的这个恐慌 比如说我们在这个英国很大的一个银行 他要来去抛售掉一页之间 交给一个这个网站 这就是关于这样的一种政府的干预 目前来说 是否这里边你们感到满意吗 就是关于这样这种国家的这种政府 要去逆转这样一些趋势 这样你们满意吗 然后L来自于Planer Show 我不知道呢 是否对我们这种国家主义 或者一些国家政府是否感到满意 这就看到在这房间里边 最起码有这样一种概念 就是国际性的合作 是所有这些问题的解决方案 还有国家的利益等等 在这一点上呢 我们可以能够来全门的数种分享了 其中有一个内容想来去提一下 在这边没有的 也许有一种叫做灾难性的气候的变化 这可能会发生的 也要求我们有国家的一些职责 现在这种国际的一些机构呢 应该是在过去八十年里边 变得越脆弱了 就需要这种国际上的一些这种转变 这国际的机构呢 需要来去激活进行建设这样一种吸引 而不是说犯什么错误 我想说如果呢 是这样一个国家的组织 他们呢 在过一起的星期里保持沉默怎么办 是这种情况 我们 它跟在过去几星期的情况 没什么大关系 更多的关系呢 就是说能够是否有这样一些 机构上的一些这种协调的合作 在过去时间发生这种情况 也是他们的一部分的责任 也还有其他的一部分的责任 你的观点是什么 关于这样一种水平 就这些机构的性质来说 比如说你需要是哪个 是七七八八哪个是 你可以考虑一会儿 装皮练买是然后边 我们的表格也是想来加一些就是这种系体质的这个危机 这些金融的危机呢是在这之上的 危机的一部分还没有意识到全球在面临着 就叫做体制性的这样的一些这个危机 我想呢 鉴于你刚才做的在你大学里边的工作 你也把它这个职责放在什么地方 再看一下这张片子 这里有八个 你也把它这个职责是放在什么地方 来去逆转这样一种非常危险的这个趋势 我想把它应该是要逆转这样一种全球化 作为一个大的一个威胁 还有一些呢 一些这个理念呢 就是需要这样一些协作 在政府之间 这也会通过某些这个 可能会发生一些灾难之后 包括一些大的一些 使得这些各国首脑能够来去协作 还有更大一些压力 在这个基层一级 其中有一个问题呢 我们必须在进行对话的时候 我们需要在五顶楼离开 我们会做什么 有多少人会来去施加一些影响 对他们那些决策者 我们当然还有20分钟的时间可以来想的 我希望你能够取得成功 去来影响那些决策者 在这个4.19分 4.19分 我们会看到这一些档案 然后呢 尽可能讲准确一些 我是来自于这个香港的亚洲的商业协会 我再来回答你的问题 关于这种英国的这种国家主义 我们这个表格呢 这不是一个问题 是一个声明呀呢 我们特别来关注那些不合适的一些 这个政府的一些职责 我们的一个日本呢 他们在失去了10年的时间 他们并没有能够正确来处理这样一些金融危机造成的 这边 我最关心的是什么呢 我是Barranty 来自于智利的 我们已经看到呢 在拉美洲地区有很多一些金融危机 其中的一个后果呢 人们就是目前没有提出疑问的 就是这个美元的问题 缺少一些信心对这个美国 如果它发生的话 我们已经看到了 在拉美地区发生的情况 你可以看到主要的这样一些 一些本地货币一些贬值 如果美元贬值的话 这是非常这个灾难性的一个现象问题 没有人提出这样一些问题 就是它一些美联储呀 或一些这个财政部 或者说它是一些具体的措施 但在某一点上呢 他们是缺少这样一些资源 我想你的问题 还是给它这个麦克风 你师父在说呢 这个华尔街和其他的地方 他们无法来看一下 它这一些拉美的一些这种 前例先例吗 我不知道他们是否能够看一下 如果来考虑一下 就是任何这个其中的一个危机呢 都是由这样对某一国家的 这个货币缺少信造成的 它这个后果呢 就是人们并没有来怀疑 它这个信用啊 包括美国啊 或者这个美元 作为一个外汇的这种货币啊 它以后会发生的 你去过那地方 你如何来去高它这个 对它这个信任和信心的这个程度 我们怎么来去逆转呢 其中某些这个 这八个人是什么问题 唯一的一种方式呢 我们已经看到是可能的 就是要来由其他国家提供帮助 美国本身的 并不能够自己下以解决 因为呢 我们看到它 它每年是有这个530亿亿这个美元 然后一个银行 整完它是80亿 所以呢 它要把多少的分享给 包括其他一些 经常性账目下等等 还其他一些 其他一些基金 从美国的这个财政来说呢 我认为呢 有中国还有其他一些国家 来支持美国 来帮助他们做这项工作 可以带来很大的一些 这种不同的地方 这个主要的一点 他们还没有能够这样去做 我希望我们可以能够对你表示欢呼 来鼓励你 我想呢 刚才这个 我想你的问题呢 我们如何来去逆转这种趋势 这个领导人来说 或者领导力 来自于什么地方呢 这就是这样一个问题 特别是我来自于华盛顿的 我并不是想问这样一个问题 但是呢 它必须呢 不管是通过 这个扩大这个 它这个八国会议 或其他一些特赦组来去探讨 就说还目前没有足够机制 我们必须要呢 汇聚在一起 能够采取一些这个紧急的措施 来给人们这样一种 信心的一种 这个信心的感觉 然后建议你 你来自于这个什么行业 是不是这一个PR的这个campaign 是一个做这样一些公关宣传等等 不是这样的情况 你可以 没有这样一些去沟通 你就不能够沟通的 这样的话很愚蠢的 我确实认为有这样的一种叫做宣传教育 还是缺少的 在我们整体的这个问题当中 这整体的理念呢 它这个旧事来说呢 是刚刚开始推出来 能够来去提高我们的信任 这已经用不同的方式做一些解释 现在困难就是说呢 这个危机呢 你可能会有一些不同的一些反响 因为我们现在有这样的一个 主要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我是阿布加比 我们来看一下我们这种反响来说呢 来看一下这个金融危机的一些数字 有48个这个积极的这个反响 这48个呢 包括呢 这个危机来说呢 会影响到我们的最后果 如果来看一下缺少信任 缺少这个信心 这两条 把它放在一起 你有这个53个这样一些积极的这个反馈 这都是我们的一个原因 这个原因主要是缺少这个信心 它会影响到这个金融危机 我们必须呢 能够来先解决这个缺少这个信心的问题 然后再进入到第四点 就是这个全球的这个治理 这个问题呢 它要来去跟这个缺少信任相联系的 而更好的一个机制 是缺少的 是需要我们对这个危机 做出快速的一些这种反应 它需要一种国际的这样一些协调的一种反应 然后其他一些体制性的一些框架 或者是这个 世界银行啊 还有一些这个世界这个基金货币组织 货币组织啊 来做这样一些工作 能够来做出响应 能够来去提高对这些体制的一些信心 你是负责这个通讯业的吧 你可能你可能 怎么能够把它进行广泛的来宣传 能够有做大一些这个系统的一些改变 在这种情况下需要我们这样一些PR的工作 我们需要有一些实质性的一些响应 是负责任的 所有的这些信任和信心来说的建立起来 所有这个PR本身也做不到的 我必须要来去看一看 你有社会有没有竞争对手 没有 有人从事这个PR这个行业的吗 他们怎么去做 来去做出逆转 这是你的机会来进行一些 可以有人举手吗 谁做这些样行业的 然后这里边呢 我们现在还有这个八至九个人举手 就是你可以拿到麦克风的话 就要抢个麦克风 随时看 我想来呢 稍微讲一讲一个不同的情况 我想呢 我们都已经认识到 有这么多的一些系统的问题 包括一些气候变化 金融危机 从一个中国的这个角度来说 也许我们还没有来点击这个按键 你说哪个按键还没点呢 也就意味着我们还没有达到这种最坏的情况 当最坏的情况发生的时候 也许这个国际的合作会出现的 因为呢 我们还是认为呢 我们有这样的问题 有那样的一些解决方案 这样的解决方案 也许呢 如果我们再有一两个月的时间 我们会发现 我们有没有什么出路了 然后我们可以能够来进入到 在这种协作国际的协作里边 因为我们认为在目前的压力下 人们才开始能够相互的合作 像这里边常说的就是叫做 这个事先预防 还是说来去再去拯救等等 这里边涉及到 这个西方和这个东方的一些想法 我们要来去 怎么来去找找一些问题的加以解决 James Chow来自于 这个中国这个中央电视台的 我同意这个其他一些 这个金融危机是很大的一个威胁 我们并不能个人 要只要看着我们目前 这个近期的威胁 然后回答呢 刚才这个全球有多么的小 然后到这个公共的一些 这种健康状况 也涉及到我们每一个人 包括一些这个传染病的 一些这个防止等等啊 预防啊 也会涉及到我们这些经济 还有这样一些这个冲突啊 还有一些不稳定性啊 这里边有很多的问题 你们都已经强调了今天 包括一些艾滋病呢 也是已经进入到 这个安理会的医生上之上 然后我们还有呢 我们也不能够来去预测 什么一些突发性的一些 这个瘟疫或者一些疾病等等 我们这里边有差不多 那么七八个人呢 差不多给你们二十三十秒钟的时间 让我们再玩进行了 James Chow来自于Aceania 我想呢 我们讲了 要来去需要一个全球解决方案 我想这个政务和一些领导人来说呢 都应该联合起来呢 看看其中一个 包括这个全球发生的一些这种威胁 如果一些这样一些政治 不稳定的话 在很多地方 然后呢 就没有这样一种能力呢 让人们来去来寻找一些机会 能够来解决这些问题 能够来去 从全球方式做出一些响应 我们需要这样一些大规模的这样一些这种 体制的一些变革 我是来自加州的 那么我想呢 目前呢 目前呢 有一定的人为的一些繁荣 这些可能都是由于一些不稳定的因素 那么这些呢 都已经崩塌了 所以引起了危机 那么这样呢 可能呢 一夜之间的摧毁了所有的繁荣 这样就造成了金融危机 我想金融危机啊 它的流动性啊 是由政府来负责 来解决 那么我想呢 重新建立这种信任 之后呢 我们今后的世界啊 我们的增长会慢一些 因为人们呢 需要恢复一定水平的消费 好 还有一个问题 您说呢 你说的一切都在微笑 你认为是两个月 两年 还是一年可以解决呢 我想两到四年吧 这期间 那么从企业界 到了 那么我一直在考虑这问题 我们都认为呢 在市场上 我们都相信市场 我认为呢 世界上这是一个泡沫 我们也看以前有过这种泡沫 现在是信贷市场了 因此呢 再还有很多其他的一些 这种泡沫 因此百分之五十啊 有人呢 可能如果要是 一个一年或两年 我们要面对它 为什么非要政府啊 还要和企业 这里 我们为什么不相信市场呢 这是我们过去十年 一直运行非常好的一种因素 你是说 大家 过去几个星期 大家都很好吗 不是 实际说呢 大家呢 太多了 如果大家马上 跳出去窗户的话 会马上就会受伤 那因此呢 这也是南美的问题 南美人士提的问题 就是说我们 如果能够摆脱 这个目前的状况 能够逆转 那么当然呢 在南美呢 出现了一些危机 他们可能 会有办法的扭转 好 我是来自巴基斯坦的 我认为 大家都有一些 企业的一些观点 大家需要一些政治观点 我认为 这种竞争危机 在我们 在看这个论台的承诺的时候 它要进一步改善 全世界的状况 这是我们的诺言 我想呢 我们目前的危机 是从食品价格 到石油价格 一直到一些 商业的一些 危机 那么到公共部分来说呢 我想讲到啊 大概 现在的七千亿美元 的拯救计划 是来自于 这个纳税人的 但是呢 我们必须呢 要考虑 我们应该摆脱 目前的困境 但是问题是 目前呢 现在好像 这种责任呢 已经 这种 已经转接到 发展人家 欠发的地区了 因为呢 这些 因此呢 这些企业呢 他们好像 从这种 人口 像这个 巴基斯坦的人口 印度人口啊 还有很多 其他国家人口中 获利 因此呢 我们要看到呢 对这些 犯人国家 会产生 哪些影响 我想这一点呢 我们这些 我们这些国家 我要特别 要提到呢 我们面临着 这个恐怖主义 我们还有很多 其他的问题 我们 于一段呢 我们需要 解决这问题 我们全球内 有一致的共识 就是 这些面临 一些很大的 很大的一些问题 如果不解决 这问题 好 这个巴基斯坦的问题呢 这就是一个问题 我们现在还要继续 往下来讨论 然后呢 我们再看一下 红色的纸 然后我们十分钟 就解决 我是来自 Belling公司的 我是一个 咨询公司 我们再看一下 回顾一下 过去两年 那么从过来说呢 他用这些信用卡 进行资本的投资 在美国 他们现在有这样的一个 7000亿的刺激计划 我希望呢 将这个世界银行啊 国际货币经营组织啊 他们应该建立一个 安全的网络 来呢 解决人们失去新兴的问题 也许呢 我们重新恢复 世界银行 这个国际货币经营组织 来做一些工作 好 还有哪些 基于发表自己的观点 好了 我们现在呢 我们要乐观一点 我想这也是一些机会吧 因此大家还记得 在填这表的时候呢 半小时间 我说 有些区域的国家 哪些代表 今后一年 是最大增长的地区 然后国家呢 好 我们 我们 看一下这红色的键 你不要 你不必告诉我 你是来自什么地方 这些呢 是七个国家 你们大家所选的 选择的 这是最大的增长机会 所在的一些地区 大家 请大家来按一下 这个数字键 然后再按蓝色的确认键 只按一次 不能回去 不能返回 谢谢大家 好 大家有结果了 我们看 刚才有一个问题 是说中国的 就是有关消费的挑战问题 大家 有谁愿意发表自己的高见 今天我们一直在讨论 中国和亚洲的问题 有哪些人愿意发表自己的高见 为什么 这个在中国的机遇这么大 特别是 有关 这个是昨天 我们中国总理讲的 他所发表的讲演 大家可以进行参照 好 我是中国的一个私募股权基金 但是我想呢 简单谈论一下呢 很令他意外 就是欧洲 在世界也是一个 GDP很高的 还有日本 他们都 不能够 都没有出现 是否应该把日本和欧洲也放得上呢 大家没有写的 这是一种 来自迪拜的 另外 这些海湾国家也没有出现在这里 在中东 也就中东地区 我认为 我想大家要思考一下 因为世界上所有的地区 其中包括中国 可能是受影响 在今后一年呢 受影响最少的国家 这是肯定的 就是由于全球的金融风暴 你是否 这是 目前我们是 埃及啊 约旦啊 什么 我们是要做什么的 影响的偏向呢 当然了 毫无疑问 我非常意外 这边印度和美国 是一个层次 我感觉意外 这个当然了 大家记得 这个从统计上 并不完美的 不完善 当然了 就刚才你所说的 你说了 在其他的论坛上呢 大家也会有这种 就是 到底 大家对某些类的 在中东的增长 大家会有一些 异议率吧 当然了 我们在世界上呢 我们在资金上是 我们的资金的方面 很这个厉害 但是呢 另外还有一个 我们必须要看一下 最根本的经济增长 这些根本因素 特别是在海湾地区 它的根本因素 不是这个石油 而是政府的支出 还 因此呢 我们必须 看50% 如果石油 降价50% 那么它可能会呢 缓冲一部分 政府的开支减少 因此大家 在中国看不到 在中国来说呢 如果我们 这个增长 如果下降4%和5% 那么这样就会产生 很多的社会和经济的问题了 好 谢谢 第五桌或第六桌 第八桌 你们为什么 这个数字这么高 大家是否可以说一下 James Lee 我们是来自二十三桌的 当然在我们讨论的时候呢 我们尽可能来讨论其他一些那种 例如印度啊 讨论一下印度或者其他其他国家 美国等等 但是最终呢 我们最终呢 我们最终还是感到 还有其他一些因素吧 需要考虑 一个呢 是政治稳定 这是对我们来说很重要 第二 更重要的一点 就是国内需求 因为在中国呢 人们有钱 有购买力了 另外呢 还有第三就是投资 国内的储蓄力很高 当然还缺少一些外资 因此呢 我们现在尽可能呢 来找 把这些国家数量减少 最终啊 我们还是选择了一些中国 这个结果呢 可能就 来说有某种程度的一些失望吧 好 我知道你们做了很多努力 第八桌 第八桌 从海呢 海南集团 我们也是尽可能找到 其他一些国家和地区 包括印度 是其中一个选择 最后呢 我们决定啊 还是中国 这主要是有几个原因 一个原因呢 是这么讲的 就是政治稳定 我想重要的呢 就是中国经济的规模 还有增长 百分之八 百分之九 我想在世界上 目前很了不起了 另外呢 还有中国人民的 中国这个在 你说有两三万亿的储蓄啊 还有很多的外汇储备啊 这些呢 就是政府呢 并没有呢 真正的来促进 国内的消费 我想今后会出现一些政策 这样呢 政府呢 可能会 我相信呢 政府会做一些工作 最终的我们还是选择了中国 好 第十一桌 还有第六桌 你们也在说的 你们考虑其他的选择了吗 我当然并没有说 我当然并没有说非要让你说 但是呢 我们来看一下 我看第十二桌 好 我们来自天津 天津的 我们认为的中国 我们获得的结果呢 就是最终还是在亚洲 中国 中国有很大的需求 有很多的人口 和很大的储蓄 很高的储蓄 但是呢 我们并没有扩大 那么特别是呢 在目前的金融危机中 中国人 他们 我想 比较保守吧 目前 他们 已经缺乏 对我们的市场啊 对人 人的消费 缺乏了一些信心 因此呢 目前的情况呢 最好的办法呢 就是 我们可以创造 由政府的支持 来创造一些机会 我们可以做一些工作 来进行工作的投资 因此呢 我们有中东国家 海湾国家 他们有很多钱 他们油价的上升 他们呢 有很多的利润 因此呢 他们有钱 他们是金融危机 受影响最少的 国家 税少跌 你既然说了这些 那么 这个 这个股市 为什么下降了一半呢 比一年半以前 我想中国要是 主要是本地的 缺乏信息吧 对经济 因为我们需要一些 外部的一些国家 来帮助我们 因此呢 我们就有了 一些海湾国家 还有一些日本 因为呢 他们有技术 因此我们选择 亚洲 作为增长 最大的机会 这地区 就在今后一年 别人还有什么 要说的吗 您刚才也说了 我们也说了 一些领导力的重要性 以及 像总理 昨天直接讲了 有关开放 有关这个 污染呢 知识产权呢 讲得非常开放 非常坦诚 还有这些腐败等等 我想领导人呢 他们 可以在国际的场合 发表这种观点 我看到中国 有很强的领导力 我想这也是为什么 我们选择了中国 把它作为增长 机会最大的一个国家 好 第六章 我是Janet 来自Novato 我们选择中国 当然亚洲和其他国家 确实与中国 也有贸易中 也会获利 那么第一点呢 我相信 政府的领导 政府的领导呢 他们呢 有决心来解决这问题 而且预计呢 将会 预测这些问题 另外呢 我们有能力 能够 最终 可以使这些问题 获得解决 还有人要补充吗 Novell是一个 很了不起的公司 谢谢 好 我想再问一个问题 那么这里呢 是我主动提出来的 那么大家 普遍 感觉 中国 也许有一两个 其他的国家 开始了 这种 与美国 这种模式脱钩 有这样的感觉吗 我想呢 我主要是我自己的问题 大家有没有人 大家是否可以举手 我们 可能呢 正在有一种模式 与美国模式的一种脱钩 脱离 如果大家同意的话 大家是否可以举手 告诉我 有没有 正在进行的这种 与美国模式脱钩的一种现象 那么你可以帮助我来做一个定义 就是金融的脱钩 就是使得中国市场和美国市场 真正的脱钩 不要受美国的影响 大家觉得有可能这样脱钩的 请举手 大家觉得不可能脱钩的 这个大家意见很一致 中国不可能和美国脱钩 那么从经济的角度来讲 可不可能脱钩 一定觉得可以的举手 人数仍然很少 觉得不可以的 美国和中国不可以脱钩的 不可能脱钩的 这位有没有最后希望讲几句的 我觉得中国不可能和美国完全脱钩 因为中国和美国的市场 互相之间的依赖程度太大了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还要讲 刚才的问题 在未来的12个月当中 哪里的市场增长会最快 那肯定是中国 但是如果说是更加长远的话 美国可能会代表着 更加大的一个增长的机会 所以在它变得更好之前 美国可能要经历一段 很困难的时期 但是从以前的历史证明 美国应该还会再回来的 那么对于中国公司来说 我们现在是一个很好的走出去的一个机会 使得中国的公司到美国去做生意 使中国企业真正的成为全球化的企业 那么我们现在已经没有时间了 非常感谢大家 我们已经到了五点钟了 那么我们至少呢 有了一个比较好的感觉 在未来的12月当中 中国可能是代表了全世界 所面临的机会 那么另外呢 我们还大家讨论了八个 我们面临的最大的威胁和风险 那么请大家 仍然在会场里面不要走 我们一会儿会举行一个闭幕式 一分钟时间 研究一下 看看从数据统计的角度来讲 我们有多少同事是来自哪些个州的 大家耐心等一下 我们大概需要一分钟时间 那么大家能不能够 把空调稍微开得再足一点 好了 这是我们的统计结果 这就是来测试一下 这个机器 一共多少人 184个人 差不多 在做的代表 184个人 那么好了 大家来回答我们第一个讨论的问题 未来12个月当中 我们面临的最大的威胁是什么 这个是我们刚才统计的八个 最大的威胁 大家提交上来的 那么根据刚才的各组的解释 我们请大家现在来投票选择 您认为未来12个月当中 整个世界面临的最大的威胁 第一个是金融危机 第二个是缺乏信任 第三是恐慌 第四个是全球的治理 第五个是缺乏信心 第六个是流动性的恐慌 第七是全球化的逆转 然后第八个是整个消费的内报 那么我们这里面没有加上去 刚才讨论的互联网的问题 因为只有一组提到了 但是希望大家有一个危机意识 万一互联网瘫了怎么办 好了 请大家选择相应的数字 然后按蓝颜色的那个缺乏键 请大家选择相应的 We've done our best Others have done their best 这里面的很多都是重叠的 有一些选择我觉得是重叠的 当然这是不完美的 但是我们尽可能地把它列出来 这是最为关注的 大家作为关注的一些问题 我们来看这个 大家提交上来最后的这个答案 那么当然这个大家所提供的意见 有很多重叠的地方 但是我们尽可能地给大家罗列出来 大家提到的比较多的一些条目 好了 下面我们来讨论这个机会的问题 刚才还在谈这个危机的问题 当然有一些重叠的问题 是不是能够合并一下 那么我们现在来想一下这个下一个问题 哪些机会 那么在我们面临这么多的危机的情况下 特别是缺乏信心 还有政府治理等等这些问题 我们能不能够鼓励大家 来看看光明的一面 有哪些机会 能够来帮助我们解决这些问题 那么让我们能够有一些 好的一些想法 那么来解决我们刚才提出的一些问题 包括这个流动性的问题 那么我今天早上我在看新闻 现在是最好的时机 这个来搞一个恐怖主义的行动 因为大家都很紧张 都很恐慌 大家都在看美国国会的这个辩论等等 这时候来搞一个恐怖袭击 可能是最脆弱的一个时候 可以使全球陷入完全的恐慌 刚才有讲互联网瘫痪 现在又讲恐怖主义 那么我们大家所在的机构 不管是大还是小 都应该来考虑我们这些面临的问题 先介绍一下你自己 Mark Trump 在过去的这个18个月当中 我们看到一些小的事情 不管是真的还是假的 从小慢慢发展成为大 然后发展成为一个很恶劣的一个问题 很严重的一个后果 所以呢这是一个传染病一样的一个东西 那么现在我们发现消息都会互相的影响 那么比如说这个一个谣言 可能会是一家银行倒闭 那么刚才大家提到了这个恐慌的问题 那么在我们周 我们讨论了很多关于金融危机的问题 但是呢 我们的这个角度是比较独特的一个角度 就是一个去杠杆化的一个过程 我们在讲恐慌还有传染 这个恐慌的情绪在蔓延等等这些问题 不管是消费者还是公司 还是银行还是金融机构 我们看到有很多的这个人呢 都在做同一件事情就是去杠杆化 把这个杠杆都去除了 都没人借债了 没有人借钱了 这个全部都开始转向这个比较安全的投资的这种方式了 可能这个会花更长的时间来解决这个问题 中国的这个增长的引擎会出现什么情况等等 我再这样各种去讨论吧 如果呢 现在那边有点讲话 先做一个自我介绍 我曾经是荷兰的这个物理教授 这可能会带来一些是否是恐慌呢 就是好的治理呢 可以来考虑如何对这些非常危险的这种传染病式的这种发生 做出一些应对的一些反应 鉴于呢 我们有很多的国家在这些发达国家里边 说起来这样一些金融领域 特别强调这样一些弹性的运行是很大的一个问题 那呢 你这里边想说什么呢 这些决策者们他们练习的什么呢 我们有一些金融危机啊 现在已经会得到一些这种全球政府的一些治理 包括这样一些对这个流动性的恐慌啊 还有全球化啊 都会发生这样一些这个比赛情况 那怎么来去逆转他们呢 Sandy Bali来自于这个印度 我想说呢 这里有很多一些威胁 还有很多的一些机遇人们没有充分的利用 不管是任何一种基金呢 还有任何一些个人呢 一些国家有很大一些这种存款的国家 它这里边是个机会让这些人呢 也许呢 可能不会是下个月 我想在下个十二个月里边有很多一些机会 来去尽可能的减少这样一些威胁的发生 那么政府的这个能力呢 政府是要来看一下他们这种国家主义的情况 目前在这种什么情况 这就是引导着 在包括英国所发生的一些情况 在回顾几个月之前 我们都知道呢 这个有需要有这样一些这个战略性的投资 它可以能够对这些港口进行的投资 现在又涉及到一些各种一些基金 这是考虑到一些国家的一些利益上去做 我想所有人呢 都可以来去解决这样一些关于这个流动性的问题 他们需要一些资金 他们需要来等待一定时间之后 他们可以能够来进行这个投资 说缺少这个信任和这个出现这个灵动性的这个恐慌 比如说我们在这个英国很大的一个银行 他要来去抛售掉一页之间 交给一个这个网站 这就是关于这样的一种政府的干预 目前来说 是否这里边你们感到满意吗 就是关于这样这种国家的这种政府 要出来去逆转这样一些趋势 这样你们满意吗 然后L来自于Planet Show 我不知道呢 是否对我们这种国家主义 或者一些国家政府是否感到满意 这就看到在这房间里边最起码 有这样一种概念 就是国际性的合作 是所有这些问题的解决方案 还有国家的利益等等 在这一点上呢 我们可以能够来全门的数种分享的 其中有一个内容想来去提一下 这边没有的 也许有一种叫做灾难性的气候的变化 这可能会发生的 也要求我们有国家的一些职责 现在这种国际的一些机构呢 应该是在过去八十年里边变得越脆弱了 就需要这种国际上的一些这种转变 这国际的机构呢 需要来去机会建立这样一种吸引 而不是说犯什么错误 我想说如果呢 是在一个国际上的组织 他们呢 在过去几星期里保持沉默怎么办 是这种情况 我们 它 跟在过去几星期的情况 没什么大关系 更多的关系呢 就是说能够是否有在一些 机构上的一些这种协调的合作 在过去时间发生的情况 也是他们的一部分的责任 也还有其他的一部分的责任 你的观点是什么 关于这样一种水平 就这些机构的性质来说 比如说 你需要是哪个 是七七八八哪个 是你可以考虑一会儿 装皮链吗 是然后边 我们的表格 也是想来加一些 就是这种体质的这个危机 这些金融的危机呢 是在这之上的 还有这个多哈这一轮的这个危机 等等啊 还有这些环境啊 从这个巴黎到这个哈根也等等 所以这里边把它放在一起的话 就各种一些的危机的考虑 有意思点我们顺便说一下呢 在我们这个两年前在达布斯的会议上 我们的第一大的这个威胁 是气候变化 现在就没有了 我想呢 这里边其中一个风险呢 我现在专注于的 其中的这个威胁的是一部 危机的一部分 还没有意识到全球在面临着 就叫做体质性的这样一些这个危机 我想呢 建于你刚才做的在你大学里边的工作 你也把它这个职责放在什么地方 再看一下这张片子 这里有八个 你把它这个职责是放在什么地方 来去逆转这样一种非常危险的这个趋势 我想把它应该是要逆转这样一种全球化 作为一个大的一个威胁 还有一些呢 一些这个理念呢 就是需要这样一些协作在政府之间 这也会通过某些这个 可能会发生一些灾难之后 包括一些大的一些 使得这些各国首脑能够来去协作 还有更大一些压力 在这个基层一级 其中有一个问题呢 我们必须在进行对话的时候 我们需要在五点钟离开 我们会做什么 有多少人会来去 施加一些影响对他们的决策者 我们当然还有20分钟的时间可以来想的 我希望你能够取得成功 取来影响那些决策者 在这个4点19分 4点19分 我们会看到这些档案 然后呢 尽可能讲准确一些 我是来自于这个香港的亚洲的商业协会 我再来回答你的问题 关于这种英国的这种国家主义 我们这个表格呢 这不是一个问题 是一个声明呀 我们特别来关注那些不合适的一些 这个政府的一些职责 我们的一个日本呢 他们在失去了10年的时间 他们并没有能够正确来处理这样一些金融危机造成的 这边 我最关心的是什么呢 我是Barranty来自于智力的 我们已经看到呢 在拉美洲地区有很多一些金融危机 其中的一个后果呢 人们就是目前没有提出疑问的 就是这个美元的问题 缺少一些信心对这个美国 如果它发生的话 我们已经看到了在拉美地区发生的情况 你可以看到主要的这样一些本地货币一些贬值 如果美元贬值的话 这是非常这个灾难性的一个现象问题 没有人提出这样一些问题 就是它一些美联储啊 或一些这个财政部 或者说它是一些具体的措施 但在某一点上呢 他们是缺少这样一些资源 我想你的问题 还是给它这个麦克风 你是否在说呢 这个华尔街和其他其他的地方 他们无法来看一下 它这一些拉美的一些这种潜力先例吗 我不知道他们是否能够看一下 如果来考虑一下 就是任何这个其中的一个危机呢 都是由这样对某一国家的这个货币缺调性造成的 它这个后果呢 就是人们并没有来怀疑 它这个信用啊 包括美国啊 或者这个美元作为一个外汇的一种货币啊 它以后会发生的 你去过那地方 你如何来去高它这个 对它这个信任和信心的这个程度 我们怎么来去逆转呢 其中某些这个这八个问题 唯一的一种方式呢 我们已经看到是可能的 就是要来由其他国家提供帮助美国本身的 并不能够自己加以解决 因为呢 我们看到它每年是有这个530亿这个美元 然后一个银行整完它是80亿 所以呢 他要把多少的分享给他 包括其他一些经常性账目下等等 还其他一些其他一些基金 美国的这个财政来说呢 我认为呢 有中国还有其他一些国家来支持美国 来帮助他们做这项工作 可以带来很大的一些这种不同的地方 这个主要的一点 他们还没有能够这样去做 我希望我们可以能够对你表示欢呼 来鼓励你 我想呢 刚才这个 我想你的问题呢 我们如何来去逆转这种趋势 这个领导人来说 或者领导力来自于什么地方呢 这就是这样一个问题 特别是我来自于华盛顿的 我并不是想问这样一个问题 但是呢 他必须呢 不管是通过 这个扩大这个 还有这个八国会议 或其他一些特赦组来去探讨 就说还目前没有足够机制 我们必须要呢 来要汇聚在一起 能够抬取一些这个紧急的措施 来给人们这样一种信心的一种 这个信心的感觉 然后建议你来自于这个什么行业 是不是这一个PR的这个campaign 是一个做这样一些公关宣传等等 不是这样的情况 你可以没有这样一些去沟通 你就不能够沟通的 这样的话很愚蠢的 我确实认为有这样的一种 叫做宣传教育啊 还是缺少的 在我们整体的这个问题当中 这整体的理念呢 他这个旧事来说呢 是刚刚开始推出来 能够来去提高我们的信任 这已经用不同方式做一些解释 现在困难就是说呢 这个危机呢 你可能会有一些不同的一些反响 因为我们现在有这样的一个 主要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我是Rubjabi 我们来看一下我们这种反响来说呢 来看一下这个金融危机的一些数字 有48个这个积极的这个反响 这48个呢 包括呢 这个危机来说呢 会影响到我们的最后果 如果来看一下缺少信任 缺少这个信心这两条 把它放在一起 你有这个53个这样一些积极的这个反馈 这都是我们的一个原因 这个原因主要是缺少这个信心 它会影响到这个金融危机 我们必须呢 能够来先解决这个缺少这个信心的问题 然后再进入到第四点 就是这个全球的这个治理 这个问题呢 它要来去跟这个缺少信任相联系的 更好的一个机制 是缺少的 是需要我们对这个危机 做出快速的一些这种反应 它需要一种国际的这样一些协调的一种反应 然后其他一些体制性的一些框架 或者是这个世界银行啊 还有一些这个世界这个基金货币组织啊 来做这样一些工作 能够来做出响应 能够来去提高 对这些体制的一些信心 你是负责这个通讯业的吧 你可能怎么能够把它进行广泛的来宣传 能够有做到一些这个系统的一些改变 在这种情况需要我们这样一些PR的工作 我们需要有一些实质性的一些响应 是负责任的 所有的这些信任和信心来说的建立起来 所有这个PR本身也做不到的 我必须要来去看一看 你有社会有没有竞争对手没有 有人从事这个PR这个行业的吗 他们怎么去做来去做出逆转 这是你的机会来进行一些 可以有人举手吗 谁做这些行业的 然后这里边呢 我们现在还有这个八至九个人举手 就是你可以拿到麦克风的话 就要抢个麦克风 我想来呢 稍微讲一讲一个不同的情况 我想呢 我们都已经认识到有这么多的一些系统的问题啊 包括一些气候变化的金融危机 从一个中国的这个角度来说 也是我们还没有来点击这个按键 你说哪个按键还没点呢 也就意味着我们还没有达到这种最坏的情况 当最坏的情况发生的时候 也许这个国际的合作会出现的 因为呢 我们还是认为呢 我们有这样的问题 有那样的一些解决方案 这样的解决方案 也许呢 如果我们再有一两个月的时间 我们会发现 我们有没有什么出路了 然后我们可以能够来进入到 这样这种协作 国际的协作里边 因为我们认为在目前的压力下 人们才开始能够相互的合作 像这里边常说的就是叫做 这个事先预防还是说来去再去拯救等等 这里边涉及到这个西方和这个东方的一些想法 我们要来去 怎么来去找找一些问题的加以解决 James Town来自于这个中国这个中央电视台的 我同意这个其他一些 这个金融危机是很大的一个威胁 我们并不能个人 要只要看着我们目前这个近期的威胁 然后回答呢 刚才这个全球有多么的小 然后回到这个公共的一些这种健康状况 也涉及到我们每一个人 包括一些这个传染病的一些这个防止等等啊 预防啊 也会涉及到我们这些经济 还有这样一些这个冲突啊 还有一些不稳定性啊 这里边有很多的问题 你都已经强调了今天 包括一些艾滋病呢 也是已经进入到这个安理会的医生上之上 然后我们还有呢 我们也不能够来去预测什么一些突发性的一些这个 瘟疫或者一些疾病等等 我们这里边有差不多七八个人呢 差不多给你们二十三十秒钟的时间 让我们再往来进行了 我想呢 我们讲了要来去需要一个全球解决方案 我想这个政务和一些领导人来说呢 都应该联合起来呢 看看其中一个 包括这个全球发生的一些这种威胁 如果一些这样一些政治的不稳定的话 在很多地方 然后呢 就没有这样一种能力呢 让人们来去来寻找一些机会 能够来解决这些问题 能够来去从全球方式做出一些响应 我们需要这样一些大规模的这样一些这种 体制的一些变革 我是来自加州的 那么我想呢 目前呢 目前呢 有一定的人为的一些繁荣 这些可能都是由于一些不稳定的因素 那么这些呢 都已经崩塌了 所以引起了危机 那么这样呢 可能呢 一夜之间的摧毁了所有的繁荣 这样就造成了金融危机 我想金融危机啊 它的流动性啊 是由政府来负责 来解决 那么我想呢 重新建立这种信任 之后呢 我们今后的世界啊 我们的增长会慢一些 因为人们呢 需要恢复一定水平的消费 好 还有一个问题 您说呢 你说的一切都在微笑 你认为是两个月 两年 还是一年可以解决呢 我想两到四年吧 这期间 那么从企业界 到了 那么我一直在考虑这问题 我们都认为呢 在市场上 我们都相信市场 我认为呢 世界上这是一个泡沫 我们也看到 以前有过这种泡沫 现在是信贷市场了 因此呢 再还有很多 其他的一些 这种泡沫 因此百分之五十啊 有人呢 可能如果要是 一个一年或两年 我们要面对它 为什么非要政府啊 还要做企业治理 我们为什么不相信市场呢 这是我们过去十年 一直运行非常好的一种因素 你是说 大家 过去几个星期 大家都很好吗 不是 实际说呢 大家呢 太多了 如果大家马上 跳出去窗户的话 会马上就会受伤到 因此呢 这也是南美的问题 南美人士提的问题 就是说我们 如果能够摆脱 这个目前的状况 能够逆转 那么当然呢 在南美呢 出现了一些危机 他们可能 会有办法的扭转 好 我是来自巴基斯坦的 我认为大家呢 都有一些企业的一些观点 大家需要一些政治观点 我认为 这种竞争危机 在我们 在看这个论台的承诺的时候 它要进一步改善 全世界的状况 这是我们的诺言 我想呢 我们目前的危机 是从食品价格 到石油价格 一直到一些 商业的一些 危机 那么到公共部分来说呢 我想讲到啊 大概现在的 7000亿美元的拯救计划 是来自于 这个纳税人的 但是呢 我们必须呢 要考虑 我们应该摆脱 目前的困境 但是问题是 目前呢 现在好像 这种责任呢 已经 这种已经转接到 发展人家 欠发的国家地区了 因为呢 这些 因此呢 这些企业呢 他们 好像从这种 人口 像这个 巴基斯坦的人口 印度人口啊 还有很多 其他国家人口中 获利 因此呢 我们要看到呢 对这些 犯人国家 会产生哪些影响 我想这一点呢 我们这些 我们这些国家 我要特别要提到呢 我们面临着 这个恐怖主义 我们还有很多 其他的问题 我们 一旦呢 我们需要 解决这问题 我们全球内 有一致的共识 就是 这些 面临一些 很大的 很大的一些问题 如果不解决 这问题 好 这个巴基斯坦的问题呢 这就是 这个问题 我们现在还要继续 往下来讨论 然后呢 我们再看一下 红色的纸 然后我们十分钟就解决 我是来自于 Villing公司的 我是一个 咨询公司 我们再看一下 回顾一下 过去两年 那么 从过来说呢 他 他用这信用卡 进行资本的投资 在美国 他们现在 有这样的一个 七千亿的刺激计划 我希望呢 将这个 世界银行啊 国际货币经营组织啊 他们应该建立一个安全的网络 来呢 解决人们失去新兴的问题 也许呢 我们重新恢复 世界银行 这个 国际货币经营组织 来做一些工作 好 还有哪些 基于发表自己的观点 好了 我们现在呢 我们要乐观一点 我想这也是一些机会吧 因此大家还记得 在填这表的时候呢 半小时间 我说 有些区域的国家 哪些代表 今后一年是最大增长的地区 然后国家呢 好 我们 我们 看一下这红色的键 你不要 你不必告诉我 你是来自什么地方 这些呢 是七个国家 你们大家所选的 选择的 这是最大的增长机会 所在的一些地区 大家 请大家来按一下 这个数字键 然后再按蓝色的确认键 只按一次 不能回去 不能返回 好 大家有结果了 我们看 刚才有一个问题 是说中国的 就是有关消费的挑战问题 大家有谁愿意发表自己的高见 今天我们一直在讨论 中国和亚洲的问题 有哪些人愿意发表自己的高见 为什么 这个在中国的机遇这么大 特别是 有关 这个是昨天 我们中国总理讲的 他所发表的讲演 大家可以进行参照 好 我是中国的一个 四目股权基金 但是我想呢 简单谈论一下呢 很令他意外 就是欧洲 在世界也是一个GDP很高的 还有日本 他们都 不能够 都没有出现 是否应该把日本和欧洲 也放得上呢 大家没有写的 这是一种 来自迪拜的 另外 这些海湾国家也没有出现在这里 在中东 也就中东地区 我认为 我想大家要思考一下 因为世界上所有的地区 其中包括中国 可能是受影响 在今后一年呢 受影响最少的国家 这是肯定的 就是由于全球的金融风暴 你是否 这是目前我们 是不要的 是埃及啊 约旦啊 什么时候 我们说要做什么的 影响的偏向呢 当然了 毫无疑问 我非常意外 这边印度和美国 是一个层次 我感觉意外 这个当然了 大家记得 这个从统计上 并不完美的 不完善 当然了 就刚才你所说的 你说了 在其他的论坛上呢 大家也会有这种 就是 到底 大家对某些类的 在中东的增长 大家会有一些 异议率吧 当然了 我们在世界上呢 我们在资金上是 我们的资金的方面 很这个厉害 但是呢 另外还有一个 我们必须要看一下 最根本的经济增长 这些根本因素 特别是在海湾地区 它的根本因素 不是这个石油 而是政府的支出 因此呢 我们必须 看50% 如果石油 降价50% 那么它可能会呢 缓冲一部分 政府的开支减少 因此大家 在中国看不到 在中国来说呢 如果我们这个增长 如果下降4%和5% 那么这样就会产生 很多的社会和经济的问题了 好 谢谢 好 谢谢 感到还有其他一些因素 这个结果 这个结果呢 可能就来说有某种程度的一些失望吧 好 我知道你们做了很多努力 第八桌 第八桌 从海南集团的问题 我们也是尽可能找到其他一些国家和地区 包括印度 是其中一个选择 最后呢 我们决定啊 还是中国 这主要是有几个原因 一个原因呢 是这么讲的 就是政治稳定 我想重要的呢 就是中国经济的规模 会 我相信呢 政府会做一些工作 最终的我们还是选择了中国 好 第十一桌 还有第六桌 你们也在说呢 你们考虑其他的选择了吗 我当然并没有说 非要让你说 但是呢 我们来看一下 我看第十二桌 好 我们来自天津 天津的 我们认为的中国 我们获得的结果呢 就是最终还是在亚洲 中国 中国有很大的需求 有很多的人口 和很大的储蓄 很高的储蓄 但是呢 我们并没有扩大 那么特别是呢 在目前的金融危机中 中国人 他们我想比较保守吧 目前他们已经缺乏 对我们的市场啊 对人的消费 缺乏了一些信心 因此呢 目前的情况呢 最好的办法呢 就是我们可以创造 由政府的支持 来创造一些机会 我们可以做一些工作 来进行工作的投资 因此呢 我们有中东国家 海湾国家 他们有很多钱 他们油价的上升 他们呢 有很多的利润 因此呢 他们有钱 他们是金融危机 受影响最少的国家 税少低 你既然说了这些 那么这个股市 为什么下降了一半呢 比一年一半以前 我想中国要是 主要是本地的 缺乏信息吧 对经济 因为我们需要一些 外部的一些国家 来帮助我们 因此呢 我们就有了 一些海湾国家 还有一些日本 因为呢 他们有技术 因此我们选择 亚洲作为 增长最大的机会 这地区 就在今后一年 别人还有什么 要说的吗 您刚才也说了 我们也说了 一些领导力的重要性 以及 像总理 昨天直接讲了 有关开放 有关这个 污染呢 知识产权呢 讲得非常开放 非常坦诚 还有这些腐败等等 我想领导人呢 他们可以在国际 在场合发表这种观点 我看到中国 有很强的领导力 我想这也是为什么 我们选择了中国 把它作为增长 机会最大的一个国家 好 第六周 我是Janet来自 Novato 我们选择中国 当然亚洲和其他国家 确实与中国 贸易中也会获利 那么第一点呢 我相信政府的领导 政府的领导呢 他们呢 有决心来解决这问题 而且预计呢 将会预测这些问题 另外呢 我们有能力 能够最终 可以使这些问题 获得解决 还有人要补充吗 Novato 是一个很了不起的公司 谢谢 好 我想再问一个问题 那么这里呢 是我主动提出来的 那么大家 普遍感觉 中国 也许有一两个 其他的国家 开始了这种 与美国这种模式脱钩 有这样的感觉吗 我想呢 我主要是我自己的问题 大家有没有人 大家是否可以举手 我们可能呢 正在有一种模式 与美国模式的一种脱钩 脱离 如果大家同意的话 大家是否可以举手 告诉我 有没有正在进行的 这种与美国模式脱钩的 一种现象 那么你可以帮助我来做一个定义 就是金融的脱钩 就是使得中国市场和美国市场 真正的脱钩 不要受美国的影响 大家觉得有可能这样脱钩的 请举手 大家觉得不可能脱钩的 这个大家意见很一致 中国不可能和美国脱钩 那么从经济的角度来讲 可不可能脱钩 一定觉得可以的举手 人数仍然很少 觉得不可以的 美国和中国不可以脱钩的 不可能脱钩的 这位有没有最后希望讲几句的 我觉得中国不可能和美国完全脱钩 因为中国和美国的市场 互相之间的依赖程度太大了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还要讲 刚才的问题 在未来的12个月当中 哪里的市场增长会最快 那肯定是中国 但是如果说是更加长远的话 美国可能会代表着 更加大的一个增长的机会 所以在它变得更好之前 美国可能要经历一段 很困难的时期 但是从以前的历史证明 美国应该还会再回来的 那么对于中国公司来说 我们现在是一个 很好的走出去的一个机会 使得中国的公司到美国去做生意 使中国企业真正的成为 全球化的企业 那么我们现在已经没有时间了 非常感谢大家 我们已经到了五点钟了 那么我们至少呢 有了一个比较好的感觉 在未来的12月当中 中国可能是代表了全世界 所面临的机会 那么另外呢 我们还大家讨论了八个 我们面临的最大的威胁和风险 那么请大家这个 仍然在会场里面 不要走 这个我们一会儿呢 会举行一个闭幕式 提高他这个对他这个信任和信心的这个程度 我们怎么来去逆转呢 其中某些这个 这八个人的问题 唯一的一种方式呢 我们已经看到是可能的 就是要来由其他国家提供帮助 美国本身的并不能够自己 下以解决 因为呢 我们看到他 他每年是有这个530亿这个美元 然后一个银行 整完他是80亿 所以呢 他要把多少的分享给他 包括其他一些 经常性账目下等等 还其他一些 其他一些基金 美国的这个财政来说呢 我认为呢 有中国还有其他一些国家 来支持美国 来帮助他们做这项工作 可以带来很大的一些 这种不同的地方 这个主要的一点 他们还没有能够这样去做 我希望我们可以能够 对你表示欢呼 来鼓励你 我想呢 刚才这个 我想你的问题呢 我们如何来去逆转这种趋势 这个领导人来说 或者领导力 来自于什么地方呢 这就是这样一个问题 特别是我来自于华盛顿的 我并不是想问这样一个问题 但是呢 他必须呢 不管是通过 这个扩大这个 他这个八国会议或其他一些特赦组来去探讨 就说还目前没有足够机制 我们必须要来汇聚在一起 能够抬取一些这个紧急的措施 来给人们这样一种信心的一种信心的感觉 然后建议你来自于这个什么行业 是不是这一个PR的这个campaign 是一个做这样一些公关宣传等等 不是这样的情况 你可以没有这样一些去沟通 你不能够沟通的 这样的话很愚蠢的 我确实认为有这样的一种叫做宣传教育啊 还是缺少的 在我们整体的这个问题当中 这整体的理念呢 他这个旧事来说呢 是刚刚开始推出来 能够来去提高我们的信任 这已经用不同方式做一些解释 现在困难就是说呢 这个危机呢 你可能会有一些不同的一些反响 因为我们现在有这样的一个 主要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我是Rubjabi 我们来看一下我们这种反响来说呢 来看一下这个金融危机的一些数字 有48个这个积极的这个反响 这48个呢 包括呢 这个危机来说呢 会影响到我们的最后果 如果来看一下缺少信任 缺少这个信心这两条 把它放在一起 你有这个53个这样一些积极的这个反馈 这都是我们的一个原因 这个原因主要是缺少这个信心 它会影响到这个金融危机 我们必须呢 能够来先解决这个缺少这个信心的问题 然后再进入到第四点 就是这个全球的这个治理 这个问题呢 它又来去跟这个缺少信任相联系的 而更好的一个机制 是缺少的 是需要我们对这个危机 做出快速的一些这种反应 它需要一种国际的这样一些协调的一种反应 然后其他一些体制性的一些框架 或者是这个世界银行啊 还有一些这个世界这个基金货币组织 货币组织啊 来做这样一些工作 能够来做出响应 能够来去提高对这些体制的一些信心 你是负责这个通讯业的吧 你可能怎么能够把它进行广泛的来宣传 能够有做到一些这个系统的一些改变 在这种情况下 需要我们这样一些PR的工作 我们需要有一些实质性的一些响应 是负责任的 所有的这些信任和信心来说的建立起来 所有这个PR本身也做不到的 我必须要来去看一看 你有社会有没有竞争对手 有人从事这个PR这个行业的吗 他们怎么去做 来去做出逆转 这是你的机会来进行一些 可以有人举手吗 谁做这些行业的 然后这里边呢 我们现在还有这个八至九个人举手 就是你可以拿到麦克风的话 就要抢个麦克风 随时看 我想来呢 稍微讲一讲一个不同的情况 我想呢 我们都已经认识到 有这么多的一些系统的问题啊 包括一些气候变化 金融危机 从一个中国的这个角度来说 也许我们还没有来点击这个按键 你说哪个按键还没点呢 也就意味着我们还没有达到这种最坏的情况 当最坏的情况发生的时候 也许这个国际的合作会出现的 因为呢 我们还是认为呢 我们有这样的问题 有那样的一些解决方案 这样的解决方案 也许呢 如果我们再有一两个月的时间 我们会发现 我们有没有什么出路了 然后我们可以能够来进入到 在这种协作国际的协作里边 因为我们认为在目前的压力下 人们才开始能够相互的合作 像这里边常说的就是叫做 这个事先预防 还是说来去再去拯救等等 这里边涉及到这个西方和这个东方的一些想法 我们要来去 怎么来去找到一些问题的加以解决 James Charles来自于这个中国这个中央电视台的 我同意这个其他一些这个 说这个金融危机是很大的一个威胁 我们并不能有个人 要只要看着我们目前这个近期的威胁 然后回答呢 刚才这个全球有多么的小 然后到这个公共的一些这种健康状况 也涉及到我们每一个人 也包括一些这个传染病的一些这个防止等等啊 预防啊 也会涉及到我们这些经济 还有这样一些这个冲突啊 还有一些不稳定性啊 这里边有很多的问题 你们都已经强调了今天 包括一些艾滋病呢 也是已经进入到这个安理会的医生上之上 然后我们还有呢 我们也不能够来去预测什么一些 突发性的一些这个瘟疫或者一些疾病等等 我们这里边有差不多七八个人呢 他不给你们二十三十秒钟的时间 让我们再往来进行了 我想呢 我们讲了要来去需要一个全球解决方案 我想这个政务和一些领导人来说呢 都应该联合起来呢 看看其中一个 包括这个全球发生的一些这种威胁 如果一些这样一些政治的不稳定的话 在很多地方 然后呢 就没有这样一种能力呢 让人们来去来寻找一些机会 能够来解决这些问题 能够来去从用全球方式做出一些响应 我们需要这些大规模的这样一些这种体制的一些变革 我是来自加州的 那么我想呢 目前呢 目前呢 有一定的人为的一些繁荣 这些可能都是由于一些不稳定的因素 那么这些呢 都已经崩塌了 所以引起了危机 那么这样呢 可能呢 一夜之间的摧毁了所有的繁荣 这样就造成了金融危机 我想金融危机啊 它的流动性啊 是由政府来负责 来解决 那么我想呢 重新建立这种信任 之后呢 我们今后的世界啊 我们的增长会慢一些 因为人们呢 需要恢复一定水平的消费 好 还有一个问题 您说呢 你说的一切都在微笑 你认为是两个月 两年 还是一年可以解决呢 我想两到四年吧 这期间 那么从企业界到了 那么我一直在考虑这问题 我们都认为呢 在市场上 我们都相信市场 我认为呢 世界上这是一个泡沫 我们也看以前有过这种泡沫 现在是信贷市场了 因此呢 再还有很多其他的一些 这种泡沫 因此百分之五十啊 有人呢 可能如果要是 一个一年或两年 我们要面对它 为什么非要政府 还要和企业 这里 我们为什么不相信市场呢 这是我们过去十年 一直运行非常好的一种因素 你是说 大家 过去几个星期 大家都很好吗 不是 实际说呢 大家呢 太多了 如果大家马上 跳出去窗户的话 会马上就会受伤 因此呢 这也是南美的问题 南美人士提的问题 就是说我们 如果能够摆脱 这个目前的状况 能够逆转 那么当然呢 在南美呢 出现了一些危机 他们可能 会有办法的扭转 好 我是来自巴基斯坦的 我认为 大家都有一些 企业的一些观点 大家需要一些 政治观点 我认为 这种竞争危机 在我们 在看这个论台的承诺的时候 它要进一步改善 全世界的状况 这是我们的诺言 我想呢 我们目前的危机 是从食品价格 到石油价格 一直到一些 商业的一些 危机 那么到公共部分来说 我想讲到 大概现在的 7000亿美元的 拯救计划 是来自于 这个纳税人的 但是呢 我们必须呢 要考虑 我们应该 摆脱目前的困境 但是问题是 目前呢 现在好像 这种责任呢 已经 这种 已经转接到 发展人国家 欠发的地区了 因为呢 这些 因此呢 这些企业呢 他们 好像从 这种 人口 像 这个 巴基斯坦的人口 印度人口 还有很多其他国家 人口中 获利 因此呢 我们要看到呢 对这些发展人国家 会产生哪些影响 我想这一点 我们这些 我们这些国家 我要特别要提到呢 我们面临着 这个恐怖主义 我们还有很多 其他的问题 我们 一旦呢 我们需要 解决这问题 我们全球内有 一致的共识 就是 这些面临 一些很大的 很大的一些问题 如果不解决 这问题 好 这个巴基斯坦的问题呢 这确实是一个问题 我们现在还要继续 往下来讨论 然后呢 我们再看一下 红色的纸 然后我们十分钟就解决 我是来自 Villing公司的 我是一个资讯公司 我们再看一下 回顾一下 过去两年 那么从过来说呢 他用这些信用卡 进行资本的投资 在美国 他们现在有这样的一个 7000亿的刺激计划 我希望呢 将这个世界银行 国际货币经营组织啊 他们应该建立一个安全的网络 来呢 解决人们失去新型的问题 也许呢 也许呢 我们重新恢复 世界银行 这个 国际货币经营组织 来做一些工作 好 还有哪些 基于发表自己的观点 好了 我们现在呢 我们要乐观一点 我想这也是一些机会吧 因此大家还记得 在填着表的时候呢 半小时间我说 有些区域的国家 哪些代表 今后一年是最大增长的地区 然后国家呢 好 我们 我们 看一下这红色的键 你不要 你不必告诉我 你是来自什么地方 这些呢 是七个国家 你们大家所选的 选择的 这是最大的增长机会 所在的一些地区 大家请大家来按一下 这个数字键 然后再按蓝色的确认键 只按一次 不能回去 不能返回 不能回去 好,大家有结果了 我们看刚才有一个问题是说中国的 就是有关消费的挑战问题 大家有谁愿意发表自己的高见 今天我们一直在讨论中国和亚洲的问题 有哪些人愿意发表自己的高见 为什么在中国的机遇这么大 特别是有关 这个是昨天我们中国总理讲的 他所发表的讲演 大家可以进行参照 好 我是中国的一个私募股权基金 但是我想简单谈论一下 很令到意外 就是欧洲在世界也是一个GDP很高的 还有日本他们都不能够都没有出现 是否应该把日本和欧洲也放得上呢 大家没有写的 这是一种 来自迪拜的 海湾国家也没有出现在这里 在中东也就中东地区 我认为 我想大家要思考一下 因为世界上所有的地区 其中包括中国 可能是受影响 在今后一年受影响最少的国家 这是肯定的 就是由于全球的金融风暴 你是否 这是目前我们 是埃及啊 约旦啊 什么 我们说要做什么的 因为有点偏向的 当然了 毫无疑问 我非常意外 印度和美国是一个层次 我感觉意外 这个当然了 大家记得 这个从统计上并不完美的 不完善 当然了 就刚才你所说的 你说了 在其他的论坛上呢 大家也会有这种 就是 到底大家对某些类的 在中东的增长 大家会有一些 持疑的疑虑吧 当然了 我们在世界上呢 我们在资金上是 我们的资金的方面 很这个厉害 但是呢 另外还有一个 我们必须要看一下 最根本的经济增长 这些根本因素 特别是在海湾地区 它的根本因素 不是这个石油 而是政府的支出 因此呢 我们必须看50% 如果石油降价50% 那么它可能会呢 缓冲一部分 政府的开支减少 因此大家在中国看不到 在中国来说呢 如果我们这个增长 如果下降4%和5% 那么这样就会产生 很多的社会和经济的问题了 好 谢谢 第五桌或第六桌 第八桌 你们为什么 这个数字这么高 大家什么可以说一下 James Lee 我们是来自23桌的 当然在我们讨论的时候呢 我们尽可能来讨论 其他一些那种 例如印度啊 讨论一下印度 或者其他其他国家 美国等等 但是最终呢 我们最终还是感到 还有其他一些因素吧 需要考虑 一个是政治稳定 这是对我们来说很重要 第二 更重要的一点 就是国内需求 因为在中国呢 人们有钱 有购买力了 另外呢 还有第三就是投资 国内的储蓄力很高 当然还 这个没 缺少一些外资 因此呢 我们现在尽可能呢 来找的 把这些国家数量减少 最终啊 我们还是选择了一些中国 这个结果呢 可能就 来说有某种程度的一些失望吧 好 我知道你们做了很多努力 第八桌 第八桌 从海南 海南集团 我们也是尽可能找到 其他一些国家和地区 包括印度 是其中一个选择 最后呢 我们决定啊 还是中国 这主要是有几个原因 一个原因呢 是这么讲的 就是政治稳定 我想重要的呢 就是中国经济的规模 还有增长 百分之八 百分之九 我想在世界上 目前很了不起了 另外呢 还有中国人们的 中国 这个在 你说有两三万亿的储蓄啊 还有很多的外汇储备啊 这些呢 就是政府呢 并没有呢 真正的来促进 国内的消费 我想今后会出现一些政策 这样呢 政府呢 可能会 我相信呢 政府会做一些工作 最终的我们还是选择了中国 好 第十一桌 还有 第六桌 你们也在说着 你们考虑其他的选择了吗 我当然并没有说 非要让你说 但是呢 我们来看一下 或看第十二桌 好 我们来自天津 天津的 我们认为的中国 中国 我们获得的结果呢 就是 最终还是在中国 亚洲 中国 中国有很大的需求 有很多的人口 或很大的储蓄 很高的储蓄 但是呢 我们并没有扩大 那么特别是呢 在目前的金融危机中 中国人 他们 我想 比较保守吧 目前 他们 已经缺乏 对我们的市场啊 对人 像人的消费 缺乏了一些信心 因此呢 目前的情况呢 最好的办法呢 就是我们可以创造 由政府的支持 来创造一些机会 我们可以做一些工作 来进行工作的投资 因此呢 我们有中东国家 海湾国家 他们有很多钱 他们油价的上升 他们呢 有很多的利润 因此呢 他们有钱 他们是金融危机 受影响最少的国家 税税低 你既然说了这些 那么 这个 这个股市 为什么下降了一半呢 比一年半以前 我想中国要是 主要是 本地的 缺乏信息吧 对经济 因为我们需要 一些外部的 一些国家 来帮助我们 因此呢 我们就有了 一些海湾国家 还有一些日本 因为呢 他们有技术 因此我们选择 亚洲 作为 增长最大的机会 的地区 就在今后一年 别人还有什么 要说的吗 您刚才也说了 提到中 我们也说了 一些领导力的重要性 以及 像总理 昨天直接讲了 有关 开放 有关 这个 污染呢 知识产权呢 讲得非常开放 非常坦诚 还有 这些腐败等等 我想领导人呢 他们 可以在国际 在场合 发表这种观点 我看到 中国有很强的领导力 我想这也是为什么 我们选择了中国 把它作为增长 机会最大的一个国家 好 第六周 我是 来自 我们选择中国 当然亚洲和其他国家 确实与中国 贸易中也会获利 那么第一点呢 我相信 政府的领导 政府的领导呢 他们呢 有决心来解决这问题 而且预计呢 将会 预测这些问题 另外呢 我们有能力 能够最终 可以使这些问题 获得解决 还有人要补充吗 Novell是一个 很了不起的公司 谢谢 好 我想再问一个问题 那么这里呢 是我主动提出来的 那么大家 普遍感觉 中国 也许有一两个 其他的国家 开始了 这种与美国 这种模式脱钩 有这样的感觉吗 我想呢 我主要是我自己的问题 大家有没有人 大家是否可以举手 我们可能呢 正在有一种模式 与美国模式的一种脱钩 脱离 如果大家同意的话 大家是否可以举手 告诉我 有没有正在进行的 这种与美国模式脱钩的 一种现象 那么你可以帮助我来 做一个定义 就是金融的脱钩 就是使得中国市场和美国市场 真正的脱钩 不要受美国的影响 大家觉得有可能这样脱钩的 请举手 大家觉得不可能脱钩的 这个大家意见很一致 中国不可能和美国脱钩 那么从经济的角度来讲 可不可能脱钩 一定觉得可以的 举手 人数仍然很少 觉得不可以的 美国和中国不可以脱钩的 不可能脱钩的 这位有没有最后希望讲几句的 我觉得中国不可能和美国完全脱钩 因为中国和美国的市场互相之间的依赖程度太大了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还要讲 刚才的问题 在未来的12个月当中 哪里的市场增长会最快 那肯定是中国 但是如果说是更加长远的话 美国可能会代表着更加大的一个增长的机会 所以在它变得更好之前 美国可能要经历一段很困难的时期 但是从以前的历史证明 美国应该还会再回来的 那么对于中国公司来说 我们现在是一个很好的走出去的一个机会 使得中国的公司到美国去做生意 使中国企业真正的成为全球化的企业 那么我们现在已经没有时间了 非常感谢大家 我们已经到了五点钟了 那么我们至少有了一个比较好的感觉 在未来的12月当中 中国可能是代表了全世界所面临的机会 那么另外我们还大家讨论了八个 我们面临的最大的威胁和风险 那么请大家仍然在会场里面不要走 我们一会儿会举行一个闭幕式 就是到底大家对某些类的 在东东的增长大家会有一些异议率 当然了我们在世界上呢 我们在资金上是我们的资金的方面很厉害 但是呢另外还有一个我们必须要看一下最根本的经济增长的根本因素 特别是在海外地区 它根本的因素不是这个石油而是政府的支出 因此呢我们必须要看百分之五十 如果石油降价百分之五十 那么它可能会呢 缓冲一部分政府的开支减少 因此大家在中国看不到 在中国来说呢 如果我们这个增长如果下降百分之四和五 那么这样就会产生很多的社会和经济的问题了 好谢谢 第五桌或第六桌或第八桌 你们为什么这个数字这么高 大家是否可以说一下 James Lee 我们是来自二十三桌的 当然在我们讨论的时候呢 我们尽可能来讨论其他一些那种 例如印度啊 讨论一下印度或者其他其他国家 美国等等 但是最终呢我们最终还是感到 还有其他一些因素吧 要考虑 一个呢是政治稳定 这是对我们来说很重要 第二更重要的一点 就是国内需求 因为在中国呢 人们有钱有购买力了 另外呢还有第三就是投资 国内的储蓄力很高 当然还缺少一些外资 因此呢我们现在尽可能呢 来找的把这些国家数量减少 最终啊我们还是选择了一些 中国这个结果呢可能就来说有某种程度的一些失望吧 好我知道你们做了很多努力 第八桌 第八桌 从海南 海南集团 我们也是尽可能找到其他一些国家和地区 包括印度 是其中一个选择 最后呢我们决定啊还是中国 这主要是有几个原因 一个原因呢是这么讲的 就是政治稳定 我想重要的呢就是中国经济的规模 还有增长 百分之八百分之九 我想在世界上目前很了不起了 另外呢还有中国人民的中国这个在你说有两三万亿的储蓄啊 还有很多的外汇储备啊 这些呢就是政府呢 就是政府呢并没有呢真正的来促进 呃 国内的消费 我想今后会出现一些政策 这样呢政府呢可能会 我相信呢政府会做一些工作 最终的我们还是选择了中国 好第十一桌 还有第六桌 你们也在说着 你们考虑其他的选择了吗 呃 我当时并没有说非要让你说 但是呢 我们来看一下 我看第十二桌 好 我们说来自天津 天津的 呃 呃 我们认为的中国 呃 中国 我们获得的结果呢就是 最终还是在中国 亚洲中国 中国有很大的需求 有很多的人口 或很大的储蓄 很高的储蓄 但是呢 我们并没有扩大 那么特别是呢 在目前的金融危机中 中国人 他们 我想比较保守吧 目前他们 已经缺乏 对我们的市场啊 对人 像人的消费 缺乏了一些信心 因此呢 目前的情况呢 最好的办法呢就是 我们可以创造 由政府的支持来创造一些机会 我们可以做一些工作 来进行工作的投资 因此呢 我们有中东国家 海湾国家 他们有很多钱 呃 他们油价的上升 他们呢 有很多的利润 因此呢 他们有钱 他们是金融危机受影响最少的 国家 税少低 呃 我想中国要是 主要是 本地的 呃 缺乏信息吧 对经济 因为我们需要一些外部的 一些国家来帮助我们 因此呢 我们就有了 一些海湾国家 还有一些日本 因为呢 他们有技术 因此我们选择 亚洲 作为增长最大的机会 这地区 就在今后一年 呃 别人还有什么要说的吗 您刚才也说了 中 提到中 我们也说了 一些领导力的重要性 以及 像总理昨天直接讲了 有关开放 有关这个 呃 呃 污染呢 知识产权呢 讲得非常开放 非常坦诚 还有 这些腐败等等 我想理导 领导人呢 他们 可以在国际的场合 发表这种观点 我是看到中国 有很强的领导力 我想这也是为什么 我们选择了中国 把它作为增长 机会最大的一个国家 好 第六者 我是Janet 来自Novato 我们选择中国 当然亚洲和其他国家 确实与中国 呃 也有 贸易中也会获利 那么第一点呢 我相信啊 政府的领导 政府的领导呢 他们呢 有决心来解决这问题 而且预计呢 将会 预测这些问题 另外呢 我们有能力 能够最终 可以使这些问题 获得解决 还有人要补充吗 Novell是一个很了不起的公司 谢谢 好 我想再问一个问题 那么这里呢 是我主动提出来的 那么大家 普遍感觉 中国 但也许有一两个其他的国家 开始了这种 与美国这种模式脱钩 有这样的感觉吗 我想呢 我主要是我自己的问题 大家有没有人 大家是否可以举手 我们可能呢 正在有一种模式 与美国模式的一种脱钩 脱离 如果大家同意的话 大家是否可以举手 告诉我 有没有正在进行的这种 与美国模式脱钩的一种现象 那么你可以帮助我来做一个定义 就是金融的脱钩 就是使得中国市场和美国市场呢 真正的脱钩 不要受美国的影响 大家觉得有可能这样脱钩的 请举手 大家觉得不可能脱钩的 这个大家意见很一致 中国不可能和美国脱钩 那么从经济的角度来讲 可不可能脱钩 一定觉得可以的举手 人数仍然很少 觉得不可以的 美国和中国不可以脱钩的 不可能脱钩的 这位有没有最后希望讲几句的 我觉得中国不可能和美国完全脱钩 因为中国和美国的这个市场互相之间的依赖程度太大了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我还要讲 刚才的问题啊 在未来的12个月当中 哪里的市场增长会最快 那肯定是中国 但是如果说是更加长远的话呢 这个美国呢 可能会代表着更加大的一个增长的机会 所以呢 在它变得更好之前 美国可能要经历一段很困难的时期 但是呢 从以前的历史证明啊 美国应该还会再回来的 那么对于中国公司来说呢 我们现在是一个很好的走出去的一个机会 使得中国的公司到美国去做生意 使中国企业真正的成为全球化的企业 那么我们现在已经没有时间了 非常感谢大家 我们已经到了五点钟了 那么我们至少呢 有了一个比较好的感觉 在未来的12月当中啊 中国可能是代表了全世界所面临的机会 那么另外呢 我们还大家讨论了八个 我们面临的最大的威胁和风险 那么请大家这个仍然在会场里面 不要走 这个我们一会儿呢 会举行一个闭幕式